会受到别人的嘲笑 那为了将自己从狼狈和尴尬中解脱出来 不妨用一下自嘲的方式 美国社会学家迈克斯维尔说 在别人嘲笑你之前 你先嘲笑自己 自嘲能够通过自我嘲弄或者贬低的形式 让自己摆脱社交场合的困境 将尴尬场合中的被动化为主动 既给自己一个台阶 又能有效地堵住别人的嘴巴 自嘲是一种谋略 能够转移别人的注意力 增添社交场合的情绪 更能够有效地化解 意外事件给自己带来的尴尬 在一个宴会上 服务员倒酒的时候 由于不小心呢 倒在了一个客人的秃头上 很多人都惊呆了 这请客的主人呢 感觉到自己丢了面子 怒气冲冲地 要把老板叫来赔罪 这服务员呢 更是吓得面如土色 手足无措 然而 这位客人并没有丝毫的愤怒 用毛巾擦了一下湿漉漉的脑袋 笑颖颖地对服务员说 美女啊 你以为这种方法 治疗秃顶会有效吗 在场的人听了 都不禁笑了起来 这尴尬的局面呢 也被打破了 那位服务员呢 更是感动得 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这位客人 拿自己开玩笑 既展示了自己的宽广的胸怀 又维护了自我尊严 同时呢 还给那位粗心的服务员 提供了一个台阶下 算得像是一举三得 俗话说 精无足斥 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难保 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毛病 在交际场合中 也不可能 时刻做到 十全十美 在遇到尴尬的事情的时候 没有必要去抱怨 自己的时运不济 或者先天缺陷 而是要学会用 幽默的自嘲方式 来给自己寻找一个台阶 那这样的话呢 既能够避免 别人的捉弄和嘲笑 又能够体现你的 自信和成熟 社交中所处的劣势 也就可以通过你的自嘲 变为你的优势 最终取得 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某位教授 因为研究课题 消耗了大量的体力 在开会的时候呢 竟然睡着了 严肃沉闷的会场 憨声大作 引得别人频频点头 指指点点 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周围的人 都在嘲笑自己 一位同事还说 身为名阳海内的知名教授 你居然打出 这么有水平的呼噜 实在是佩服 这位教授并没有恼怒 而是很快地接过话茬 说 这可是我的祖传记忆 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 这轻松的一句自嘲呢 就在大家的哄笑声中 解了围 适时适度地拿自己开玩笑 其实是一种良好的修养 更是一种充满魅力的 交际技巧 拿自己开玩笑 能够制造宽松和谐的交谈气氛 能够使自己活得轻松洒脱 使人感到你的可爱的人情味 有时还能有效地维护自己的面子 建立起新的心理平衡 1990年 中央电视台邀请台湾影视艺术家 林峰先生参加联花晚会 当时很多观众对他还很陌生 可是他说完那句 妙不可言的开场白之后 一下子就被观众认可 并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他说 在下林峰 我和文章不同啊 虽然我们都得过金钟奖和最佳男歌手称号 但是我啊 以长相难看而出名 一般来说呢 女观众对我的印象不太好 他们认为我是 人比黄花瘦 脸比煤炭黑 这一番话 细而不屑 妙趣横生 令观众捧腹大笑 这段自我吵解的话 让林峰给现场的观众 留下了非常坦诚 风趣幽默的良好印象 不久 在金话筒之夜文艺晚会上 只见林峰满脸含笑地说 我很高兴又见到了你们 很不幸 你们又见到了我 短短两句话 就赢得了人们阵阵的掌声 它和观众之间的日久生疏之感 不复存在 接着 林峰又说 我总发觉啊 男人们在我面前 都显得很自信啊 却观众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如潮的掌声 再次响了起来 自嘲 不是一些人想象的自我作践 而是一个成熟的人所必备的交际手段 懂得自嘲的人 往往也能正视自己的缺陷 给人留下自信的印象 从而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爱戴 比如你正在画一幅山水画 但是却没有取得应有的画画效果 你不妨自嘲说 我这个业余的绘画爱好者 这功夫还是不到家呀 这哪是画画呀 分明是杏手涂鸦 哎呀 这专家见到了 他会为我这种业余水平 而感到丢脸 那这个时候 大家就会原谅你的状态不佳 也就不会去想挖苦和嘲讽之类的话题了 相反 当你明知道不能继续的时候 还要装腔做事 设法掩饰 那就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尴尬 导致无法收场 因此 在任何情况下 大胆地进行自我调侃 是一个聪明的行为 它不仅能够给自己找到一条后路 还能引起别人的亲近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用模糊的语言 回避敏感话题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 邓涵熙 由平哥 为您播讲 第七十二集 用模糊的语言 来回避 敏感话题 在现实生活中 有很多的事情 会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生 也有很多的问题呢 会让自己感到左右为难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选择沉默或者拒绝 不免会给交际双方 带来不好的影响 也会让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印象 大打折扣 在这种时候 我们不妨用 模糊的语言 来做出回答 模糊的语言 是一种重要的交际手段 同时也体现出了 一个人随机应变的能力 在一些不必要 或者不可能把话讲得 过于清楚的情况下 完全可以运用这种表达方式 即避免了紧张的气氛 又让自己得以解脱 同时还不会给别人带来 负面的心理影响 在社交场合游刃有余的人 都懂得模糊语言的正确运用 使用模糊的语言 能够用恰当的方式 微妙的语言 对别人的问话 或者请求 做出有余地的回答 既不会因为声音的拒绝 给对方带来不快 又能够保全双方的面子 从而避免了 不留后路的后顾之忧 又能够避免最终的 事与愿违的尴尬 和承担后续的责任 有一艘豪华客轮 在即将到达旅游景点的时候 突然停了下来 原来是 客轮的驾驶室 出现了一些问题 游客们在经过 几十分钟的等待之后 终于忍不住 内心的不满和焦虑 纷纷把矛头指向了导游 只问事先为什么没有做检查 追问这个客轮什么时候 才能够重新启航 面对情绪激动 失去了理智的人们 导游呢 镇定自若 脸上一直带着微笑 心平气和地 向大家做解释 请大家不要着急 客轮呢 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是出现了一点小毛病而已 技术人员正在做检查 一会儿就修好了 为了大家的安全 请大家耐心地等待一会儿 不要走远了 更不要站在危险的地方 马上就要起航了 导游不断地重复着这些话 游客们的心情呢 也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导游在回答旅客的质问时 用了一连串的 一会儿马上等等词语 避免了游客的情绪再度波动 又因为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 从而给自己留有余地 不妨试想一下 如果导游为了安抚游客 盲目地讲 15分钟之后就可以起航了 那如果15分钟之后 客轮依旧停在原地 那很可能就会激起游客的怒火 将自己避往决心的导游 再做出任何的解释 都是没有用的了 反而会加重游客的怨气和怒气 模糊的语言可以作为一种缓兵之计 当别人问你一些 没办法回答的问题的时候 如果委婉拒绝不能起笑的话 那你就应该用一些模糊的语言 来搪塞一下 这样既可以让自己 从麻烦中摆脱出来 又能够不伤及对方的面子 一个聪明的人 在敏感话题上 从来不会言之凿凿 也不会生硬地拒绝 而是懂得用一些模糊的语言 来保全双方的面子 从而既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又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模糊语言的表达形式呢 是多种多样的 比如闪烁其词 答非所问 避重就轻等等 但归根结底啊 就是不要把话说得太死了 给自己的语言留有余地 也在给对方留足颜面时 对以后的交往存在更大的兴趣 在现实生活中 有很多的敏感性话题 让我们无法做到 坦诚不公的回答 但是又因为考虑到双方的颜面 而又不能做出生硬的拒绝 那么就在说话中讲究一些策略 用模糊的语言 回答别人无心或存心的话题 做到既有力度又不伤人 这样的谈话方式呢 会让你的口才能力 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也有很多的问题啊 需要用模糊的语言来回答 当别人问你 你月薪是多少的时候 你不妨说 聊以胡口罢了 如果有人问你 是怎么结识 这么一个大人物的时候 你不妨说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等以后有时间了呀 我再详细地告诉你 当别人打听到 你父亲的朋友 就是你所在公司的领导时 故意问你 你在这家公司应该不错吧 你就可以说 哎呀 全托您的福啊 这些回答呢 既能显示出你的热情 又能够巧妙地 躲避掉那些 不愿意回答的问题 运用模糊的语言 是日常生活中 随机应变的一种重要的方法 常常用于一些不必要 不可能把话说得太死的情况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很巧妙地 运用这些模糊的词语 在你不确定的时候 就不要说大话 否则 会给人留下 不好的印象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尽量避开别人的敏感区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邓涵熙 由平哥为您播讲 心理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 每个人都有着 自己的特殊的敏感区 这个敏感区 包括个人的隐私过错 以及自尊心 和做事的底线等等 每个人都不愿意 在别人面前 过多地暴露自己的隐私 或者从前的错误 更不愿意让个人的尊严 受到别人的伤害 因此 我们在交际活动中 一定要注意 不要触及对方的敏感区 更不要让对方觉得 受到了侮辱 哪怕是为了 改正别人的缺点 而进行必要的劝说 那也要注意正确的方式 和方法 菜根坛里 有这样一句很有道理的话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做什么事情 都要先考虑一下别人 而作为日常生活中 必不可缺的说话呢 更是如此 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 不能够在别人面前 口无遮拦 更不能为了一时的心直口快 而侵犯别人的隐私 进入别人的敏感区 让别人下不了台 王小姐呢 在一家公司担任 文秘工作 她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孩 总能够给别人提供 真诚和无私的帮助 但是呢 像这样一个 有着很多优点的女生啊 却无论如何 也不能赢得其他同事的喜欢 相反呢 还有不少人 在远远地躲着她 在一些朋友聚会当中呢 也会故意忘记招呼她 这主要原因呢 是因为王小姐的性格比较爽了 经常开一些恶作趣色的玩笑 经常让朋友们觉得下不了台 有一次休息的时候 她的一个同事神秘地说 哎 你看看这照片像什么呀 等大家挤过来看的时候 才发现不过是一个橘子皮而已 顿时呢 都觉得索然寡位 都退回到自己的宫位上去 而王小姐呢 却大呼小叫地说 哎呀 就皱巴巴的 像李健的脸呢 这下子 李健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气得涨红了脸 而一些好事的同事呢 也给李健起起了橘子皮的外号 从此以后啊 这李健见到王小姐 就远远地躲开 还有一次呢 一个同事穿着一件新西装来到公司 别人都微笑友好的对她说 你今天可是真精神啊 这件衣服啊 很适合你 这时候 王小姐又口无遮拦地说 你这件衣服也太不上档次了吧 说不定啊 还是好几年前的款式呢 那位同事对服装是十分讲究的 听王小姐这么一说呢 脸色顿时变得铁青了 王小姐不仅对同事这样 对老板呢 也同样如此 有一次啊 老板和客户签协议 客户看到老板 龙飞凤舞的签名之后 夸奖道 您的签名啊 可真是气派啊 老板刚想谦虚几句 没想到王小姐却不知趣地 抢过话头 我们老板啊 练了三个多月呢 能不气派吗 此言一出 让老板和客户 都陷入了巨大的尴尬之中 王小姐之所以不被同事朋友欢迎 原因就在于 她不懂得如何去尊重别人 以为讲一些肆无忌惮的笑话 就能够活跃气氛 无伤大雅 而最终的结果呢 却表明她的做法和想法 是完全错误的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性格 各自所敏感的东西呢 也会与众不同 我们在交际中 一定要注意尊重对方的人格 在谈吐之间 尽量不要涉及对方的敏感地带 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 多注意一下 第一 可以适当地开玩笑 但是不能以讽刺他人为目的 玩笑话呢 一般能够起到活跃气氛 缓和人际关系的作用 但是有些人在开玩笑的时候 不懂得适度的原则 喜欢讽刺 攻击 责怪他人 尽管可能会引起短暂的笑声 但却给被嘲笑者的心理 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甚至会造成一些 意想不到的后果 让本来十分宽松的气氛呢 显得过于紧张和难堪 第二 任何谈话都不要涉及他人的隐私 无论处于什么样的场合 也无论对方和自己是多么的熟悉 都不要在交谈的内容中 涉及对方的隐私 除非对方主动说出来 俗话说 言者无意 听者有心 有时候一句无心的话 在别人听来可能就是一种讽刺 和侮辱的声音 从而对你产生极其恶劣的印象 第三就是 千万不要拿别人的短处来说事 在社交场合 总是有那么一些人呢 喜欢用别人的生理缺陷 和生活缺陷 来当作谈资 作为炫耀自己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 你的头上没有头发 是不是像无法无天呢 你那几个月不洗的臭脚啊 可以熏死一污死人呢 等等 这样呢 就会让别人产生很大的厌烦情绪 从心里啊 也不愿意和这种人打交道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转移话题 减少矛盾冲突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邓涵熙 由评歌为您播讲 第七十四集 转移话题 减少矛盾冲突 红宇呢 是一家大型工厂的工人 有一次啊 下班之后 工友们都走光了 他推着自行车 往大门口走 按照厂方的规定呢 厂区内 是禁止骑车的 由于厂房 到大门口啊 有一段距离 红宇看了一下四周 没有保安 随即一脚登上的自行车 朝大门口驶去 谁知 在这个时候 负责在工厂执行的保安呢 不知道从哪里走了出来 一下子拽住了红宇的自行车 拉着他去接受罚款 这红宇一下子愣在那里 不知如何是好 幸亏他脑子机灵 在和保安的争执中啊 他听出了保安的口音 于是对保安说 听你口音 好像不是本地人吧 保安回答说 不是的 我是四川的 这红宇笑着说 真的呀 我女朋友啊 也是四川的 跟你说话挺像的呀 我说怎么听得这么耳熟呢 这保安说 是吗 那真是太巧了 能在这么远的地方碰上老乡 红宇说 是啊 太不容易了 那改天聚聚吧 保安说 那真是太好了 那你赶紧回去吧 晚了 老乡会担心你啊 事实上 红宇并没有女朋友 自然之之后 也不可能和保安 续老乡之情了 说这个故事呢 主要是想说明 这么一个说话技巧 一般情况下 当有人因为一个问题 跟你争执的时候 为难你的时候 内心深处 对你的攻击力度很强 对你的意见和做法呢 很反感 但并不是 对你这个人很反感 这个时候 不妨转移话题 转移对方的注意力 这话题转移了 自然就把矛盾 暂时地放下了 那么 对方就没有那个必要 继续攻击你了 这样一来 不但减低了 别人对你的语言伤害 还可能因此 化干戈为玉帛 那么 在利用转移话题的办法 来减少语言伤害的时候 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的呢 第一就是 寻找彼此的共同点 别人之所以为难你 攻击你 是因为在某个问题上 双方意见和做法不一样 甚至可以说是争锋相对 为了分出个所以然 势必要较量一番 事实上 赎对赎错 谁是谁非 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再加上 谈及某些问题的时候 情绪激动 说出很多让你尴尬和难听的话呢 也是情理之中 所以 这个时候 尽快找到彼此的共同点 把这个话题呢 由相依 转向相同 这样 不但转移了对方的激动情绪 而且还会将自己 在对方心中的定位呢 由敌人 变成朋友 比如刚才这个故事中的红鱼啊 在遭遇对方为难的时候 说出了个 和对方是老乡的女朋友来 尽管这个女朋友是瞎编的 但是却迅速化解了 她和保安之间的 对立情绪 避免了很大的麻烦 所以啊 寻找双方的共同点 是迅速转移话题的好办法 那如果实在找不到呢 不妨虚拟一个 这目的呢 不是为了骗对方 而是为了转移话题 减少对方对你的伤害 当然 这仅适用于 陌生人群为难你的时候 这熟人之间呢 当然就行不通了 第二 要及时的赞美和恭美 没有人不喜欢别人赞美自己 恭美自己 即使是在双方有强烈的 对抗情绪之下 所以 当别人言语上为难你的时候 不妨赞美和恭美一下她 每个人的注意力 都在自己身上 当对方指责你的时候 你赞美一下对方 对方的注意力呢 就会迅速转移到他自己身上 并且转移到 你所关注的话题上 那这样一来呢 别人对你的攻击和伤害 自然就不存在了 比如 别人指责你打扫卫生 不彻底的时候 你就说 你今天穿的衣服真漂亮啊 或者说 你今天神清气爽 遇到什么高兴的事情了 那这个时候 就算是对方再看你不顺眼 他也会两眼放光 面带微笑地和你交谈起来 即使有些人抹不开面子 但是这心里啊 却甜滋滋的 所以呢 在面对别人的指责和为难的时候 要学会用赞美和恭维 来转移话题 软化彼此的情绪 以赢得对方的好感 第三 对对方产生浓厚的兴趣 任何人都一样 希望得到周围更多人的认可和肯定 希望别人对自己感兴趣 对自己的生活感兴趣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予以肯定 所以呢 因为一些想法和做法不同 别人对你进行为难的时候 你就要多关注一下对方的生活 将话题分析 引向对方 因为有相依 所以就有对抗的情绪 而当话题转移到对方身上的时候 没有了分析 这自然就没有了对抗 当你对别人产生兴趣的时候 别人也会对你产生兴趣 比如说 当有人说你不应该在上班时间接电话的时候 你不妨关心一下对方的失眠好些了没有 最近的睡眠质量怎么样 别人给予你的是责备 你回报的却是关心 那这样一来呢 即使对你再有意见 也不好意思再为难你了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自圆其说 轻松 应对挑战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 邓韩希 由平哥 为您播讲 第75集 自圆其说 轻松应对挑衅 刚刚结婚不久的小光啊 突然间接到前女友的求助电话 说自己遇到了危险 急需要小光的帮助 这小光呢 有些为难 不去吧 怕对方真的遇到了危险 去吧 又怕剪不断理还乱 再加上小心眼的妻子 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情啊 没准还闹出什么乱子来 思虑再三的 小光最后还是去了 毕竟对方需要帮助啊 那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按照约定的地方 小光见到了前女友 只见她泪流满面 似乎受到了极大的委屈 于是小光带她去了附近的咖啡厅 想问问她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刚坐下不久 小光不经意间一抬头 吓了一跳 她的妻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不远处正盯着她呢 看到小光发现了自己 妻子假装满脸堆笑地走了过来 坐在了一边 什么话也没说 小光集中生智 说 她给我介绍一个客户 我以前跟你说过的 很大的订单啊 所以我就过来了 也正巧了 前不久呢 小光是给妻子说过 有这么一个朋友啊 介绍一个很重要的客户 她妻子二话没说 生气地扭头就走了 小光呢 也告诉了前女友 跟着回了家 她对妻子说 真的是工作上的关系 以前没跟你说 说是她 就是怕你多心啊 这个客户做成的话 咱们能多收入好几万的 咱们跟钱可没仇啊 妻子显得气消了很多 说 真的吗 你可别骗我啊 小光陪着笑脸 真的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你说是不 妻子笑了 说 那你歇着吧 我去做饭了 等妻子进了厨房 小光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尝出了一口气 有时候 别人为难你 并不是你人品不好 而是你所说的 所做的 才对方看来是错误的 是荒谬的 所以才会 想方设法为难你 让你在自己的言语和行为面前 站不住脚 那这个时候 只要找个合适的理由 自圆其说 让对方觉得 你是正确的 是合情合理的 当然 找的理由一定要充分 要能说服对方 要是牵强附会 连自己都听着别扭 那根本就说服不了对方 同时反面证明了 你的荒谬性和不合逻辑性 所以 自圆其说 是应对语言挑衅的好办法 但是在具体的应用中 应该怎么去操作呢 第一 说辞要符合逻辑 在自圆其说的时候 一定要符合基本的逻辑 让别人听着 似乎也能说得过去 也是合情合理的 否则 就成了掩耳盗铃 自欺欺人了 所以 在解释的时候 要找个合适的前因 比如故事中 小光会见前女朋友 被妻子撞到了 这小光集中生智 以介绍客户为由 以赚钱为最终的幌子 刚好事先 小光给妻子说过这件事情 这样一来呢 听上去合情合理 那即使他的妻子 心里再不舒服 也只能作罢 因为小光的理由啊 没有半点破绽 符合基本的逻辑 当然 这么说不是教授人 如何欺骗别人啊 因为这么做呢 完全是无害的对吧 所以啊 在自缘其说的时候 一定要想方设法 为自己的说词呢 找到合适的前奏 让对方觉得 也有一定的道理 当别人的内心 承认你的说词的时候 就不会再为难你了 第二就是 利用概率找台阶 世上的任何事情 都没有那么的绝对 都有出现意外的可能 所以啊 当自缘其说的时候 不妨就用概率 为自己找台阶下 比如说 你所销售的登具呢 一向质量很好 可是偏偏卖给一个 大客户的单子中啊 有一个残次品 当对方找上门来的时候 你就需要自缘其说 给对方一个合理的解释 并答应更换这个残次品 这个时候 如果你一味地强调 自己的产品质量 有多么多么好 这无疑会让对方更加生气 显然 你在说瞎话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告诉客户 质量好呢 也是相对而言的 有个别残次品呢 也是在所难免的 任何产品都是这样 这样一来 客户觉得 也有一定的道理 自然就不会再为难你 所以啊 有时候用概率 为自己找台阶下 无疑是 自缘其说的一个 很好的办法 因为世上 没有任何的事情 是绝对的 第三就是 善于咬文嚼字 如果被对方紧紧追逼 没有退路的时候 那不妨咬文嚼字 在曾经说过的语言中 做做文章 当然 这属于诡辩 有点耍无赖的意思 但是 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 要是不想乖乖投降 受人任意羞辱的话 那不妨 用咬文嚼字的方式 利用歧义 或者是语言上的漏洞 为自己找个台阶 比如老师对你说 钢笔不要给张三 但是张三是你的朋友 你把钢笔给了他 当老师责问你的时候 你不妨为自己辩解 你不是说 钢笔不要给张三吗 所以我就给了 你看 这就是运用语言上的一些技巧 事实上 老师是这么说的 但是却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时候 尽管很生气 但是又不能责怪你 你为自己的行为 找了个合适的理由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避免提出 无效问题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 邓涵熙 由评歌 为您播讲 小黄是某高校本科毕业生 这年他申请出国留学 获得学校的审批 来到美国之后 他结识了一个好朋友 叫彼得 两个人经常一起学习 一起踢足球 打篮球 就连课题研究也是一样的 但是 最近两个人却发生了一次 不小的争吵 给两个人的友谊 蒙上了阴影 原来有一次 小黄关心地问彼得 你家里有几口人呢 彼得一听呢 厌烦地说 这是我的秘密 不能告诉你 小黄觉得不可思议啊 生气地说 我这是关心你啊 关心你的家庭 你怎么不使好人心呢 彼得也生气了 他说 你们中国人难道对别人的家庭 就那么感兴趣吗 小黄气愤地说 我只是关心了你一下 你怎么扯上中国人了 中国人哪里得罪你了 彼得大声地说 我不讨厌中国人 但我讨厌你 说完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那之后呢 小黄和彼得就很少说话 两个人见了面呢 也是扭头就走 当然 他们的冲突 主要是来自于文化的冲突 但是 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 沟通方面的启示 向对方提问 一定要注意 不要问没有意义的问题 否则就会引起 对方的厌恶 可能你觉得 你是在关心对方 但是 有个前提是 对方是否需要你的关心 那如果对方不需要 那么 你的关心就会给对方 带来压力 同样 在提问的时候 要想清楚 对方是否愿意 回答你的问题 如果觉得对方 不愿意回答 那么 你的提问 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还会让对方觉得 你很无聊 所以 在提问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 提无效的问题 那么 到底如何避免 提无效的问题呢 第一就是 提问要有针对性 在向对方提问的时候 一定要有针对性 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 要根据对方的年龄 身份 文化素养和性格 来提出不同的问题 比如对小朋友 你可以问 你今年几岁了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 就不合适这么问 对于中国人 询问对方的家庭 对方的收入等等 都是表示关心 也是对对方的尊重 但是如果这样问一个美国人 则会引起对方的厌恶 他会觉得你是在打听隐私 所以要针对不同的情况 用不同的方式来询问 这样 在人际交往中 才能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 如果不了解对方的实际情况 那最好不要盲目地提问 否则就会给自己 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第二就是 要照顾对方的心理状况 在提问的时候 一定要照顾对方的心理状况 比如对方高兴的时候 你可以询问 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啊 对方在信头上 那自然愿意把快乐的事 跟你分享 那如果对方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悲痛欲绝 这个时候 你如果问 怎么了 让你这么难受 那对方本来就难受 你的询问呢 无疑会加剧别人的痛苦 所以啊 在询问的时候 一定要看对方的心理状态是怎样 对方心情好的时候 你可以询问 分享快乐 那对方心情不好的时候 也可以询问 可以分担痛苦 但是一定要注意方式 而且啊 仅限于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之间 如果关系没有到达一定程度 贸然询问 那不但得不到对方的肯定 还会成为对方的出气筒 第三就是 要选择合适的话题 话题是两个人交流的载体 在试图了解对方的时候 询问是一条很快的途径 但是 询问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合适的话题 否则双方就会 说几句话 就没话可聊了 那这样双方的交流 就没有办法正常地进行 在选择话题的时候 最好选择对方感兴趣的话题 比如说 一个人羽毛球打得特别好 你就可以问他 听说你羽毛球啊 打得特好 是吧 那对方喜欢羽毛球 自然就很愿意和你交流心得 那这样 双方就从羽毛球这个话题开始 展开一番交流 所以 询问的时候 一定要事先了解对方感兴趣的话题 那如果不知道呢 可以通过观察来试探 比方说 比如对方穿着运动服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就可以问他 你平时很喜欢运动 对吧 那如果对方回答是 则有了话题可聊 那如果对方回答不是 那可能会告诉你 他喜欢的是另外的什么东西 那这样呢 围绕着对方喜欢的话题 也可以展开一番交流和讨论 各位听众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次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逐层深入 步步为营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 邓涵熙 由平哥为您播讲 第七十七集 逐层深入 步步为营 孟子拜见齐宣王 他问 您曾经说您爱好鼓乐 有这么一回事吗 齐宣王有些不好意思 只得据实说 我并不是爱好鼓乐 只是爱好一般的音乐罢了 孟子说 只要您非常爱好音乐 那么齐国便会富强了 无论您爱好的是现在的音乐 还是古代的音乐 他们都是一样的 齐宣王说 先生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道理吗 孟子说 一个人单独欣赏音乐的快乐 和与大家一起欣赏音乐的快乐 那究竟哪一种更快乐呢 齐宣王说 当然是与大家一起欣赏音乐 更为快乐啊 孟子说 与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 与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 也快乐 那究竟哪一种更快乐呢 齐宣王说 当然是与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 更加快乐 孟子接着说 那么 就让我和您谈谈 赏音乐的道理吧 假如大王在这奏乐 老百姓听到民中旗鼓吹销奏笛的声音 却都愁眉苦脸 我们的国王这样爱好音乐 为什么我们却苦到这般地步呢 原因就在于 大王只图个人享乐 而不与百姓同乐 但是 假如大王在这奏乐 老百姓全都眉开眼笑 我们的大王大概很快乐 要不怎么会奏乐呢 这没有别的原因 只是因为国王与百姓 能够一同娱乐罢了 所以 如果大王能够与百姓同乐 就可以使天下归服了 说话的时候 要一步一个台阶 按照对方思维发展的趋势 逐渐提出问题 这样 才能逐步地 否定对方的观点 将对方说服 孟子这段辩论中 用了英式力导的方式 当他听说 国王喜爱音乐的时候 就由此下手 用一个个的问句 一步步疏导 最后得出结论 如果大王能够与百姓 一同娱乐 就可以使天下归服 从而达到了 说服齐宣王 与民同乐的目的 那么 在询问时 如何进行逐步深入呢 第一就是 预先要明确目标 在询问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你向对方发问 是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只要明确了这个目标 在具体的询问中 就会有所指 千万不能没有目标 胡乱发问 那这样 不但不能达到 逐步深入的目的 还会引起对方的反感 有了明确的目标 还要明白 每一个问题怎么问 才算合适 问到一个什么程度 才算是恰到好处 只有心中 有了这样明确的规划 询问起来 才不会不知所云 所以在询问之前 一定要找到自己询问的 明确目的是什么 要明确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 第二就是 说话要有逻辑性 在询问的时候 每个问题之间呢 都有很强的逻辑性 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将对方 引到我们预先设置好的目标上 那如果哪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自相矛盾 或者问的问题不够严谨 这样就没有办法 成功地引导对方 因为你自身出了问题 也就意味着 你所设置的所有逻辑 都存在有问题 连自己都说服不了 那怎么去引导别人呢 所以说 在引导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语言的逻辑性 要仔细斟酌每一个词 每一句话 把话说得严谨一些 不要犯明显的错误 这样一来 对方在你的引导下 才能顺利到达 预先设置好的目标 否则 被对方找出逻辑的错误 反驳得无话可说 不但不能引导对方 还可能被对方引导 第三就是 多用问句引导 在引导对方的时候 要多问问句 尤其是反问句 让对方所坚持的观点和看法 在你的反问下 失去抵抗力 从而乖乖地 听从你的调遣 当然 在用反问句的时候 要先用大量的论句和事实 将对方博导 在你的反问下 对方再不缴械投降 也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 这样 你在环环相扣的 一个个反问下 对方会一步一步地 跟着你 靠近预先设定好的目标 比如 你举了大量的例子 说明不上学 是没有退路的 然后问 难道你不上学 会比别人更有出路 在事实面前 对方自然乖乖地 听从你去学校了 如果事实不充分 说明不了问题 那对方自然会 起身反驳 这样 整个问题设计 就会功亏一篑 各位听众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 分享 下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把握问题的尺度 打好擦边球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 邓涵熙 由平哥 为您播讲 第七十八集 把握问题的尺度 打好擦边球 萧云今年二十五岁了 按理说呢 早已经到了 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可是萧云非常挑剔 始终没有找到 自己满意的对象 于是她的婚姻大事啊 就成了父母的压力 二老托人呢 四处打听介绍 后来在邻居 王大妈的介绍下 与一个老师见了面 初次见面呢 双方都还挺满意的 通过几次接触啊 双方很快建立了 恋爱关系 第一次在公园门口 准时约会 这小伙子多少 有点腼腆 平时很少跟女生打交道 第一次约会呢 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萧云呢 接触的男生不少 但是毕竟和对方 也是刚刚认识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于是啊 双方沉默了很久 萧云想了个问题 打破沉默 于是就问她 你谈过恋爱吗 小伙子一脸惊恐 摇了摇头 双方再次陷入沉默 过了几分钟呢 萧云再次提问 你工作轻松吗 工资一贵多少啊 小伙子支支吾吾的 说了几句 就找了个借口走了 从那之后呢 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原来这个男方呢 对萧云问的问题啊 很反感 毕竟嘛 老师的收入呢 比较一般 觉得萧云呢 是个只看钱的人 就这样啊 一个不恰当的问题 毁了萧云的一段姻缘 向对方提问的时候啊 一定要把握好尺度 如果两个人的关系 还很陌生 就不适合问一些 过于深的问题 因为对方不回答呢 似乎不礼貌 那回答呢 又对你没有信任感 觉得自己不安全 所以 在提问之前呢 一定要想一想 问这样的问题 合适不合适 如果觉得不合适 那最好别问 问了 也只会 徒增双方的尴尬 那么 在具体的提问中 如何才能把握好 提问的尺度呢 打好擦边球呢 第一就是 提出的问题呢 要符合你们双方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一样 问的问题就当然不一样 问问题的时候呢 也要适当地考虑清楚 这个问题 是不是你们之间 目前的关系 所能够问的 比如故事中的 萧云和这个小伙子之间呢 双方还很陌生 你就问收入 这显然就不合适 这个问题 如果到了双方 已经是热恋之后再问 就没什么不可 只是双方刚刚认识就问呢 一下子会将 两个人之间的距离 拉得很近 那对方自然就受不了了 所以 在提问的时候 一定要明确 你和对方的关系 一般情况下 关系熟了 你问得深点也不为过 那如果关系还很陌生 最好不要 问过于隐私的问题 这会让别人感觉到 没有安全感 第二就是 不要问对方 不知道的问题 在向别人提问的时候 一定要事先想一想 对方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 如果他能够回答 那么提问 对方自然会很高兴地为你解答 但是如果对方不能回答 你却问了 那只会令对方尴尬 这就失去了提问的价值所在 比如你问一位医生 去年发生在我们市的肝炎病例有多少 那这个问题 对方很可能就答不出来 因为医生都很忙 谁也不会去费神地去统计这类数字 要是对方回答说不太清楚 就不仅使回答者有失体面 这个问者自己呢 也会感到无趣 第三就是 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有些人总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 不管对方愿不愿意回答 他总是没完没了地发问 让人厌烦 问问题的时候 如果对方不愿意回答 或者不愿意多说 那就适可而止 比方说 你问对方住在哪里 对方回答说 在北京 或者说在上海 那么你就不宜再问下去了 很显然对方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对方高兴让你知道 他一定会主动地详细地说出来 而且还会说 欢迎你来玩之类的话 那否则 别人便是不想让你知道 你也就不必再问了 此外呢 在问其他类似的问题 比如年龄 生入等等的时候啊 也要注意掌握 问话的尺度 要适刻而至 第四就是 提问并不像逛大街 上自由市场那样 随时都会进行 有些提问 时机掌握得好 发问的效果才佳 两个过去很要好的朋友 都刚刚走上工作岗位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们相遇了 互相询问 你们单位怎么样 工作还顺利吧 谈恋爱了吗 显得既清热自然 又在情理之中 中国人见面打招呼 都喜欢问一句 吃了吗 那如果这句话 用在吃饭时间的前后呢 倒也无妨 但是如果是下午三点左右 在公共汽车上 遇到熟人 你也问这么一句 那就难免让你觉得 有点莫名其妙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让对方舒适 掌握主动权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邓涵熙 由平哥为您播讲 第79集 让对方说事 掌握主动权 大卫是一位 推销电动机的推销员 一次呢 他去拜访一位老客户 准备说服他们 再购买几台新式电动机 在去之前呢 大卫和这家公司的工程师 通过电话 了解到工程师前一天呢 到车间去检查 用手摸了一下 前不久 大卫推销给他们的电动机 感觉到很烫手 便断定 大卫卖给他们的电动机呢 质量太差了 当大卫 踏进那家公司的门口 就遭到了 对方工程师的拒绝 那名工程师说 大卫 你又来推销你那些破烂了 你不要做梦了 我们再也不会 满意那些玩意儿了 大卫冷静地思考了一下 心想 如果与对方辩论 电动机的质量 那肯定是无事余补 于是 他便采取了 另外一种思路 他对工程师说 好吧 我完全同意你的立场 假如电动机发热过高 别说买新的 就是已经买了 也得退货 你说是吧 是的 工程师回答说 你是知道的 任何电动机工作的时候 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发热 只是发热 不应该超过 全国电工协会 所规定的标准 你说是吧 你说的对 是这样 如果按国家技术标准 电动机的温度 可以比室温高出42摄氏度 是这样吧 是的 但是你们的电动机温度 比这个高出许多 昨天还差点把我的手烫上了 哦 是这样 那么 请问你们车间里的温度是多少 在24摄氏度左右吧 这就对了 车间是24摄氏度 加上应有的42摄氏度的升温 共计66摄氏度左右 那么 一个人把手放进66度的水里 是不是会被烫伤呢 嗯 好像是的 这就对了呀 所以以后千万不要去摸电动机了 我们的产品质量 你们完全可以放心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就这样 一直让对方说是 大卫呢 又做成了一笔生意 让对方说是 是一种说话的艺术 如果你学会了这种艺术啊 你将会终身获益 当一个人在说话的时候 如果一开始就引导他说是 那么 他已经在内心深处 有了肯定的一面 那这个时候 内心的抵抗和戒备 就会完全放松 交流起来的气氛 就会融洽很多了 对方呢 也容易放弃自己原来的偏见 转而 同意你的意见 在这个案例当中呢 大卫从一开始 就引导工程师回答是 从而抓住了问题的主动权 使得谈话的结果 向着自己更有力的方向去发展 那到底如何才能让对方说是呢 以下几点 值得借鉴 第一就是 把要说的话说对了 卡奈基曾经说过 认识不可能被说服的 天底下 只有一种方法 可以让任何人去做任何事 那就是 让他自己想去做这件事 而让他自己想去做这件事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他认为 你说的是对的 让他认为 他是在遵循对的东西 才这样做 比如说一个顾客 拿着一件商品舍不得放下 那这个时候 销售人员就不应该问顾客 喜不喜欢 想不想买 这样给顾客选择性的问题 因为你问顾客 想不想买 喜不喜欢的时候 这个顾客 他有可能回答不 因此 在这个时候 你一定要明白一点 顾客 顾客拿着这件商品 那一定是他喜欢的 所以你应该问 你一定很喜欢 是吧 这个时候 顾客肯定回答 是 即便不回答 他也会用沉默 表示是 因为你说的是对的 他拿着那件商品 舍不得放下 那确实是他所喜欢的呀 第二就是 创造出对方说事的氛围 奥弗斯区教授 在他的影响人类的行为 一书中说 当一个人说不的时候 他所有的人格尊严 都已经行动起来 要求把不 坚持到底 那事后 他也许会觉得 这个不 说错了 但是他必须考虑到 宝贵的自尊心 而坚持将这个不 说下去 因此 使对方采取 肯定的态度 是一件 特别重要的事情 由此可知 在和对方交谈的时候 要避免 对方说不的气氛 一定要创造出 对方说事的氛围 比方说 在和对方谈话的时候 我们应该把自己 置身于 是 这一情景之中 将对方可能采取的 反对意见 铭记于心 同时呢 还应该牢记我们 所熟知的对方的观点 你还可以运用肢体语言 当你在问别人 是这样吧 一定是吧 等让对方回答 是的问句之后啊 你一定要先点头 给对方造成一个 是的氛围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 分享 下一集 迂回发问 有益于问题的 直接解决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 邓涵熙 由平哥 为您播讲 第八十集 迂回发问 有益于 问题的 直接解决 小鱼和老王呢 是生意上的伙伴 有一次啊 小鱼给老王 发了整整两车货 可是老王却因为资金有限 迟迟没有结款 这让小鱼压力特别大 毕竟小鱼也是小本买卖 没有足够的资金流转 这生意根本没法正常运营下去 但是小鱼也不敢追得太紧了 万一老王发脾气 耍起赖 这笔账 就有可能成为死账 这是小鱼最怕的 所以小鱼既想要账呢 又怕得罪老王 这天啊 小鱼来找老王 二人来到餐厅 点了一桌好的酒席 一边吃一边喝 称兄道弟 论起了交情 这个席间 小鱼突然悲伤起来 这让老王 仗儿和尚摸不着头脑 在老王的再三询问下 小鱼一再地哭穷 说自己的生意啊 就要大亏本了 公司呢 也要倒闭了 小鱼越说越伤心 最后哭了起来 他拉着老王的手说 王哥 你说我是不是天生救这命啊 小鱼越说越悲惨 老王越听越难受 他再也坐不住了 当晚就把货钱给小鱼截了 有些问题 不方便直接问 就要迂回发问绕个弯 比如这个故事中 小鱼的一问 不是真的问 而是在拷问老王的良性 如果小鱼说一大兜子好话 问老王 我的钱你什么时候截啊 可能老王无论如何 也不会立即给他钱的 而且这样直接问呢 还会伤了两人的交情 所以啊 有些时候 有些问题不要直接问 要采取迂回发问的形式 将你的问题传达给对方 而且让对方保留了足够的面子 这样才有益于问题的直接解决 那么 在迂回发问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第一就是 问的问题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之间呢 要有关联性 在采取迂回发问的时候 问的问题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之间 有关联性 这样才能让被问者明白对方的意图 否则 你问的问题与继续解决的问题之间 一点关联性也没有 那问了也是白问 对方根本不知道你的意图所在 对方不明白你的意思 自然就给你解决不了问题 所以啊 在采取迂回发问的时候 一定要找到两个问题之间的关联性 这样才能达到指三骂怀的效果 那如果对方想给你解决 自然顺水推舟 解决了你的问题 如果对方不想解决呢 他也会找个理由搪塞 那这样一来 双方也不会撕破脸皮 但是问题最终无法解决 所以采用迂回发问的方式 一定要找到关联点 不能盲目的发问 第二就是 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 在用迂回发问的时候 一定要找个合适的时间 比如对方闲着的时候 或者是茶余饭后 向对方表达你的意愿 一定要确定 对方一定能够听得懂 并且有时间去听 否则就失去了意义 如果对方正在忙 你一个劲地在旁边 跟他讲故事 说道理 那对方觉得 你实在是闲得无聊 自然就不会搭理你 所以 在向对方提问的时候 要事先了解 对方什么时候听得进去 什么时候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 是迂回提问的 关键所在 第三就是 要有个适当的铺垫 在用迂回的方式 向对方提问的时候 要事先设置一个铺垫 比如这个故事中 小鱼采取迂回的方式 向老王要钱的时候 首先是请对方喝酒 然后借着酒后诉苦 把自己的苦衷 通过生意的失败 表达了出来 那事实上 如果老王给了钱 生意自然就不会失败了 所以 小鱼借着喝酒这个铺垫 将自己想要要钱的想法 成功地传达给了老王 最终 将问题成功解决了 所以 在向对方迂回发问的时候 也要找个合适的铺垫 有了这个铺垫 在迂回发问的时候 就能够巧妙地通过铺垫的情景 将意图成功地传递给对方 各位听众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 分享 下一集 我们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邓涵熙 由评歌 为您播讲 第八十一集 直面缺点 自嘲 可以博得同情 我们都知道 美国总统林肯呢 这个长相其实很一般 一次呢 林肯遇到一位妇人 这位妇人仔细 端详林肯之后说 先生 你是我见过的 最丑的男人了 你为什么没有一张 好一点的脸呢 林肯回答说 妇人 我实在没办法呀 请问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那位妇人想了想 然后说 那你总可以 待在家里不出来吧 这林肯笑着 对那位妇人说 谢谢你啊 我的妇人 这倒是一个 挺不错的建议啊 无独有偶 几天之后呢 林肯跟他的竞争对手啊 进行一场公开的辩论 他的竞选对手指控他 说一套做一套 完全是个 有两张脸的人 这林肯哈哈一笑说 几天前呢 我遇到一位老妇人 她看到我的这张脸 建议我待在家里 不要出来 但是为了 美国人民的福祉 我不得不带着 我的这张丑脸 出来工作 她指责 我有两张脸 大家说说看 如果我有两张脸的话 我会带着 这张丑脸 来见大家吗 林肯的话 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连他的竞选对手 也跟着笑了 正是在自嘲和调侃的辩论中 林肯博得了大多数选民的同情与理解 一路顺利 最终成功当选为美国总统 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 我们很多人在为人处事方面 更多的是将自己的优点展示给别人 而将自己的缺点呢 深深地隐藏起来 不愿意将自己的缺点展现出来 哪怕是微小的一点点 其实 很多时候我们应该不怕 将自己的缺点和短处展现出来 而是应该注意 当别人拿你的缺点和短处 说事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 自嘲不免可以成为一种 解决窘境的方法和手段 甚至赢得大众对自己的同情和帮助 有时候 自借短处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而越是隐藏自己的缺点和短处 反而会适得其反 那么 我们该如何巧妙地运用自嘲这些手段 为自己化解问题呢 第一 敢于将自己的缺点和短处显露出来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很多人不愿意将自己的缺点和短处显露出来 很多成名的影视明星 其实他们在光鲜的表面背后 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甚至是难以启齿的心酸事 在他们成名以后 最忌计的就是提到这些心酸往事 其实 这些都是没有什么的 每一位成功人士都会或多或少地走过一些弯路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今天的成名 有的人 当被别人问及自己的这些往事时 会勃然大怒 而有的人呢 则会很巧妙地运用自嘲的手段 来化解大众对自己的猜忌 甚至 以博取大众对自己的同情 来获取更高的人气 公众人物尚且如此 更何况我们普通人呢 所以说 自嘲不一定就是说自己看不起自己 相反 在自己处于窘迫的境地下 我们更应该运用自嘲这一手段 来为自己化解危机 第二就是 自信地自嘲 博得别人的同情 有的人将自己的短处和缺点显露出来 也有勇气自嘲 但是 在真正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却遮遮掩掩 害怕被别人嘲笑 甚至于有的人临阵退缩 招来别人更多的耻笑 其实 我们自嘲 就是要很有信心 你就把它当作一个笑话 或者是 和别人开的一个玩笑 而当这个笑话讲完 或者是 玩笑开完的时候 无形之中 弃化解自己的窘迫尴尬境地 而且 也会博得别人的同情 而有的时候 遮遮掩掩 反而会更加引起 别人对你的嘲笑 甚至是 更加看不起你 这样的自嘲呢 也就显得 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 自信的自嘲 也是一个人 走向成熟的标志 第三就是 事实 巧妙地 运用自嘲 有时候 我们敢于将自己的短处显露出来 但是 为什么还是会得到 适得其反的效果呢 这是因为 我们不善于巧妙地 运用自嘲 这一手段 有的人勇于去面对自己的窘境 也想通过自嘲 来化解自己的窘境 但是 它不分时间和场合 所以 这就得不到 预期的效果 有时候还会有 适得其反的效果 在正式场合 我们自嘲 要的是 无伤大雅 既不要把自己 贬得太低 也要给别人面子 相反 与自己比较亲密的朋友 在一起的时候 那就可以随意一点 可以在自嘲的同时 适当地与反击 但是 言语不能太激烈 有些人勇于 运用自嘲的手段 但是 不分场合 不分时间 不仅不能博得 人们的同情和支持 相反 还会有更加 遭人鄙夷的后果产生 各位听众 本集播剿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 分享 下一集 对待窘境 自嘲 可以增添乐趣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 邓涵锡 由平哥 为您播讲 抗战胜利以后 著名画家张大千 从上海返回四川老家 临行前 众多好友设宴 为他践行 并特地邀请了 梅兰芳等人作陪 因为张大千 是第一次跟梅兰芳相见 两人相谈胜欢 宴会开始前 大家请张大千 做手作 张大千说 梅先生是君子 应做手作 我是小人 应陪莫作 文婷此言 众人都不解其意 以为这两个人 有什么过节 而他的好友 甚至开始给他 使眼色 暗示他不要在 如此重要的场合 搏了梅先生的面子 只见张大千 不慌不忙地解释说 不是有句话 君子动口 小人动手吗 梅先生唱戏是动口 而我作话呢 是动手 所以梅先生是君子 而我则是小人 我理应请梅先生 做手作 满堂来宾 文婷此言 都为之大笑 一颗悬着的心啊 都放了下来 并请他俩 并排做手作 后来 梅兰芳每每提及张大千 都不忘说起这一件事 来称赞张大千的 幽默与智慧 善意的自嘲 有时候可以带来 意想不到的效果 甚至带来 意想不到的乐趣 这故事中的张大千 自嘲为小人 看似是自贬 其实呢 是醉翁之意不再久 用自嘲的手段 表现了他豁达 开朗的性格和胸怀 也一下子拉近了 与陌生人的距离 在平日里 我们与人交往 与其在人前蒙羞 处境尴尬 不如让我们用自嘲 来对付窘境 不仅可以很容易地 使自己找台阶下 也可以达到幽默的效果 这样 既能够体现我们的智慧 又可以给人带来乐趣 何乐而不为呢 在欢快的笑声中 我们可以给第一次见面的人 留下美好的印象 也可以使本来不容易办到的事情 变得很容易办到 因为你在的地方 可以给人带来乐趣 第一 自嘲中体现智慧和幽默 在很多时候 自嘲呢 是一门学问 一门艺术 如何将这门艺术运用好 就体现着自己的智慧 在生活中 我们可能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 有些人善于用自嘲 将自己遇到的窘境 转嫁到一个虚无的人身上 并且能够给别人带来 意想不到的笑声 这就真正体现着 这个人的智慧 比如 一个胖人不小心 在大庭广众之下摔了一脚 他爬起来说 幸亏我这一身肉啊 要是个胖子 只怕今天骨头都摔折了 一句自嘲的妙语 引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自然 这位胖人在众人的笑声中 也免去了难堪的穷尽 体现出了自己的幽默和智慧 给周围的人增添了几分乐趣 幽默诙谐的自嘲 不需要当事人刻意去掩饰 在人们善意的笑声中 周围的人也不会再去精进计较 很快就会淡忘掉 第二就是 得体的语言和行为举止 由于受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 现代人在面临窘境的时候 常常有一些不好的习惯用语 甚至有人会破口大骂 让周围的人觉得 这个人没有很好的涵养 甚至是没有教养 同样 有人在自嘲的情况下 有意无意之间的 也会流露出一些不好的行为 习惯和用语 比如在公共场合 破坏公共财产等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周围人的笑声 也会变成 吵怒你的笑声 甚至是瞧不起你 会使你所处的境地 更加的尴尬 所以 我们在面临窘境的时候 得体的语言和行为举止 可以使我们避免陷入 更尴尬的局面 至少 我们不会说或者是不会做 与周围环境不协调的语言和行为 那样 我们面临的尴尬窘境 就已经解决了一半 第三就是 以自嘲和大家同乐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窘境 自嘲呢 都会让你备受欢迎 同样自己真心真意的自嘲 会让自己和众人都很开心 不要觉得自己遭遇尴尬 或者是做错了事情 就是不好的 或者说 心情就会坏到的极点 其实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例如 你做错了事 你可以对大家说 瞧 世界上没有人是完美的 我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啊 同时 回报大家一个会心的微笑 那这样 以自嘲和大家同乐 自己的心情呢 也不会因为这件事而过分低落 大家也会更加的信任你 敬重 和佩服你 而你自己的心情 也自然会好起来 尽快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中去 各位听众 本集播脚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 分享 下一集 委婉拒绝 自嘲 可以赢得面子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 邓韩希 由评歌 为您播讲 有一次 美国总统杜鲁门会见迈克阿瑟将军 迈克阿瑟因为战功卓著啊 在军界和政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所以在会见中呢 显得十分傲慢 这会谈过程中啊 当乌斯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的时候 迈克阿瑟拿出烟斗 装上烟丝 把烟斗叼在嘴里 并取下火柴 当他准备划火柴的时候 才停下来 对杜鲁门说 我尊敬的总统先生 我抽烟 你不会介意吧 很显然 这不是在真心征求对方的意见 在他已经做好准备的情况下 那如果对方说建议他抽烟 那就会显得粗鲁和霸道 这种缺乏礼貌的傲慢言行呢 会使杜鲁门很势难堪 然而 他只是笑着 看了迈克阿瑟一眼 怂怂间自嘲道 抽吧 将军 别人喷到我脸上的烟雾啊 要比喷到任何一个 美国人脸上的烟雾都要多 迈克阿瑟听此言 自己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于是将烟斗 收了回去 由此可见 当令人尴尬的事情 即将要发生 或者已经发生的时候 运用自嘲的手段 可以委婉地拒绝 使事情出现转机 也会使你的自尊心 通过这种方式 得到保护 同时呢 不会引起他人 很强烈的反感 在生活当中 我们会碰到很多 诸如此类的情况 尤其是当年轻人 遇到这类事情的时候 很容易冲动 认为这是对自己的 不尊重和不礼貌 说话会带着浓浓的火药味 那样即使自己不开心 同时呢 也会引起别人的反感 那么 在这种时候 自嘲的手段 就会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自嘲 我们可以充分表达 自己的意愿 又可以委婉地 拒绝事情发生 既为自己赢得了面子 也给足了别人面子 一举两得 在自嘲中 赢得自尊 我们都知道 要想赢得别人的尊重啊 自己就要先尊重别人 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环境下 许多人紧跟节奏 却少了一丝幽默和诙谐 这一点呢 尤其表现在 当今年轻人当中 有时候开一个善意的玩笑 往往都会引发争吵 那这样与人相处啊 自然就得不到别人的尊重 甚至 有可能被周围的人孤立 那么 我们可以在争吵中 试着去学会自嘲 就算是别人的一个玩笑 拿自己开涮 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嘲来化解 以这样的方式 既尊重别人 增加感情 又可以赢得别人的尊重 并不是一定要与人争个高下 才能显出自己的水平来 在自嘲中学会说话 也是一门学问 当一件事情发生时 如何拿捏话语的分量 也是十分重要的 同样的一句话 从一个人嘴里说出来 大家都会觉得十分舒心 而从另一个人嘴里说出来 大家就觉得 不那么顺耳的 在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去商场买东西 当我们挑到一件商品 发现它有瑕疵的时候 有的售货员就会说到 就是这样的东西 你爱买不买 而有的售货员就会说 是啊 这件东西还真是这批中的另类 我可以帮您找一件同类的 想想看 多数人去商场都希望 是好的心情 那如果碰到前一个售货员呢 我们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自嘲中学会拒绝 两个打工的人 找到城里工作的朋友小张 对小张倾诉打工之苦 又说租房呢 还没找到合适的 住店呢又住不起 这言下之意啊 是要在小张这里借诉 小张就自嘲道 我这耳朵眼大的房子 住着一家三口 我儿子晚上啊都是睡沙发 你们来看我 我真应该好好留你们住几天啊 两位老乡一听 只得知趣地离开了 现代年轻人喜欢说话 直来直去 其实有时候呢 我们不妨学学 怎么去拒绝别人 拒绝别人有很多种方式 在自嘲的同时 又可以暗示别人 自己所处的尴尬境地 布施为一种绝好的方式 我们要在自嘲中 学会委婉地拒绝别人 在自嘲中解决问题 众所周知 如果别人有求于你 你明言拒绝别人 是不礼貌的行为 也会使人觉得难堪 而运用自嘲的手法呢 我们就可以 委婉地拒绝别人 当然 我们一定要在自嘲中 学会拒绝 但是不要让别人 把我们当成是 不礼貌的人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化解尴尬 自嘲 可以打破僵局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 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 邓韩希 由平哥 为您播讲 有一个人在一家餐馆 就餐的时候 发现汤里 有一只苍蝇 不由大动干货 他先是找来 服务员理论 对方全然不理 服务员的这种态度 使得他火上加火 后来 他怒不可遏地 找到餐馆的老板 提出抗议 这一碗汤 究竟是给苍蝇的 还是给我的 请你解释解释 还有 你们这样的服务态度 实在是太差劲了 我要投诉你们 对老板一个劲地 只顾训致服务员 却全然不理睬 他的抗议 他值得对老板说道 对不起 请您告诉我 我该怎样 对这只苍蝇的 侵权行为 进行投诉呢 那老板突然一争 停止了 对服务员的指责 意识到自己的错处 忙叫人 换了一碗汤 工欠地对那个人说 您是我们这里 最尊贵的客人 欢迎以后 继续对本店 多提宝贵意见 而此时 那个服务员呢 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一个劲地对他道歉 在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时候 陷入两难的境地 这是我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 碰到的事情 在尴尬的处境中 年轻气盛的年轻人呢 更容易发脾气 要是在这种时候啊 碰到对你不理不睬的人 那么 你会觉得更加尴尬 更是火上加火 这样的结局呢 只会让你把事情弄得更僵 那么 我们可以尝试着 运用自嘲的手法 去打破僵局 运用自嘲的手法 我们不仅可以 打破尴尬的僵局 甚至有可能 直接解决问题 同时 也可以赢得 别人对我们的尊重 让人觉得 你是一个 有良好修养的人 第一 不要死缠烂打的 纠缠不清 当我们还是 小孩子的时候啊 听到有别的小孩子 骂自己一句什么脏话 就觉得自己吃了大亏 总是想要自己 也骂他几句 才觉得解气 否则呢 便觉得自己很委屈 那么 成年以后的我们 就不再会有 这样的心理了 有时候呢 出现僵局的时候 我们应该以 自嘲的手段 降低姿态 来缓和僵局 即使自己有理 也不要抬高姿势 盛气凌人 那样 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反而会使僵局 越来越僵 最后局面甚至 无法收拾 我们要做一个 善于运用 自嘲手法 来打破僵局的人 不要老是觉得 自己吃亏了 那样 反而搞得 自己不舒服 即使有助于 僵局的打破 这个效果啊 也不会很好 僵局出现的时候 自己自嘲 缓和一下局面 不一定代表 自己就是错误的 强词夺理 盛气凌人 反而会让人 更加鄙视你 即使是对方的错误 人家道歉 也不会是 心服口服的道歉 所以 得饶人处 且饶人 就是这个道理 善于打破僵局 在僵局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善于 并且勇敢地 去打破它 有的人在僵局 出现的时候啊 抱一种 事不关己的态度 反正僵着就僵着吧 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首先呢 这样的态度 就是有问题的 比如 我们用的电子产品 出现故障 找到了售后人员 觉得反正自己是顾客 顾客就是上帝 就等着你 给我处理问题 还时不时地 催促人家 并且不时地 去到自己有多忙多忙 等等 这个时候 我想大多数的售后人员 都会心生厌烦 只想早些摆脱你 其实这个时候呢 一个微笑 一句自嘲的话语 就可以打破僵局 使事情出现转机 人家也不会对你心存芥蒂 这个服务态度呢 肯定也会更好 我们自己也会心情舒畅 甚至 一切问题 都会迎刃而解 事实而止 不要让自己成为笑柄 有的人具有笑性的天赋 无论处在何时何地 都会是受人欢迎的对象 那么 他肯定也会是一个 自嘲的好手 并且也善于自嘲 但是 这样呢 也会出现一个问题 这些嘲人呢 不管拿自己 还是拿别人开玩笑起来 没完没了 这也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所以 通常情况下 点到为止 让别人意会就可以了 不需要喋喋不休 过分地自嘲 否则 将会引发交际危机 使局面 更为难堪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 分享 下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留有空间 自嘲 可以赢得好感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 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 邓涵熙 由平哥 为您播讲 第八十五集 留有空间 自嘲 可以赢得好感 小王家境富裕 父母都是社会名流 所以一家人是极有涵养的 对面子问题十分看重 从来不肯在别人面前失态 小王相处了一个对象 姑娘聪明伶俐 机智过人 但是有点大大咧咧 这天呢 小王第一次带女朋友 回家见父母 两个人心里 都有点忐忑不安 生怕小王父母 看不上姑娘 不同意这门亲事 所以呢 姑娘也显得 有些小心翼翼 姑娘见过小王父母之后 大家不嫌不淡地 拉拉家常 不知不觉 就快到中午了 就在这时呢 坐在沙发上的小王父亲啊 这个肚子 咕噜咕噜响了起来 在场的人都听了个一清二楚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小王父亲啊 觉得很失面子 这个时候 只见这位姑娘 不慌不忙地说道 伯父伯母 你们听 我肚子啊 都饿得咕噜咕噜直响 开始唱空城记 向我抗议了 小王父母一听 会心的一笑 说 就是就是 你看看 我们差点就聊过头了 好 咱们一起吃饭 后来 小王和那个姑娘的亲事啊 自然而然 就长了 自嘲可以给自己 留有很大的空间 也可以给别人 留有很大的空间 而且有时候 还能够赢得 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感 增加自己 处理问题的筹码 善于自嘲的人 往往会给人留下 美好的印象 善于自嘲的人 往往会显示出 自己的智慧 与幽默 而这种人 也往往会 吃得开 每个人都会遇到 尴尬的境地 对于别人所处的 这种境地啊 我们有时候 也要表现出 潮人的智慧 来显示自己的智慧 与大度 赢得别人的好感 自嘲最保险 有句俗话说叫 打人不打脸 这句话呢 是十分有道理的 同样 当别人处于 尴尬之中的时候 自嘲自己 也是最为保险的 而且能够很轻易地 赢得别人 对自己的好感 一家蔬菜公司的副科长 负责到郊区 调运蔬菜 卖方想趁机捞一把 锁价很高 双方僵持不下 眼看城里的市场蔬菜 供应严重不足 快要脱销了 心急如焚的 这个副科长啊 却摆出一副 泰然自若的样子 他自嘲道 其实啊 你们把我看高了 我不过是一个小科长 还是富的 我手里能有 多大的决定权呢 再说 夏天这么热 我花大价钱 买一堆烂菜帮子回去 能担当起 亏损的责任吗 卖方一听 不禁大为泄气 动摇了 索要高价的决心 并且啊 对科长的这个 所谓的苦衷与难处啊 还产生了 某种同情心 不得不妥协 最后呢 终于降低了菜价 达成了协议 这科长呢 也顺利地完成了 蔬菜调运任务 自嘲 使得别人有 自知之明 希腊哲学家 苏格拉迪的妻子 是个暴脾气 而且呢 常常对她大发脾气 有一次呢 这老婆又发起脾气来 大吵大闹 很长时间不肯罢休 苏格拉迪只好 退避三社 她刚走出家门 那位怒气难平的夫人呢 突然从楼上 倒下一大盆水 把她浇得像只落汤鸡 这个时候 苏格拉迪打了个寒战 不慌不忙地说 我早就知道 响雷过后 必有大雨 果然不出我所料 这妻子文婷此言呢 火气已经消了一大半了 显然 苏格拉迪带有 自嘲意味的讽刺 使她从窘境中超脱出来 显示出了 极深的生活修养 同时呢 使得她的妻子 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对于别人和自己的尴尬处境 我们都应该设身处地地想一下 自嘲 不仅可以给人带来快乐 拉近与陌生人的距离 同样可以教育别人 赢得别人对自己的好感 自嘲中体现自己的幽默与大度 自嘲可以增加幽默感 邓小平同志个头矮 他幽默地说 天塌下来 有高个子顶着 这一句话 倒进了矮个子的优越性 他的风趣幽默 不但使人忘了他个子矮的不足 而且看到了他作为伟人的 博大胸怀 通常情况之下 个子矮的人 是不愿意别人说他矮的 但是 有的人就乐于拿自己的个子矮 这一事情来自嘲 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也会加深 别人对自己的好感 各位听众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寒沙摄影 自嘲 可以训诫警示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邓寒希 由平哥为您播讲 第八十六集 寒沙摄影 自嘲 可以训诫警示 在南方 某个老师的普通话不过关 这个口音比较重 常常在上课的时候 因为发音不准 而使自己 陷入尴尬两难的境地 有一次上课 讲到某一个问题 要举例说明的时候 他把 我有四个比方 说成了 我有四个屁方 这顿时 教室里像炸开了锅一样 学生笑得不可收拾 一时间 老师也显得十分尴尬 此时老师灵气一动 索性停下了讲课 自嘲迎出一首打游诗 四个屁方 大出扬相 各位同学 莫学我样 早日练好普通话 年轻潇洒 又漂亮 老师的机智幽默 立刻赢得了学生的热烈掌声 学生们也在老师的自嘲中 认识到了 学好普通话的重要性 自嘲可以赢得别人的好感 可以打破僵局 增加乐趣 同样也可以起到训诫警示的作用 使别人在笑声与好感之中 同样可以吸取教训 当我们愤怒的时候 即使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或者是遭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委屈 甚至是愤怒得想要破口大骂的时候 那不妨自嘲一下 在婉转化解窘境的同时 又可以带给别人警示 这不是为一种良好的为人处事之道 燕子石楚的故事 大家应该都知道 楚王羞辱齐国多出偷窃之人 这个燕子自嘲 齐国人在齐国都是品行端正的人 而一到楚国就偷窃 是因为水土不服的原因 有时候 即使对方无理取闹 但自己是不可以恼羞成怒撕破脸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不妨学学燕子 自嘲一下 告诉楚王 不是齐国多出偷窃之人 而是警示 作为异国之君的楚王 是你没有把楚国治理好 寒沙摄影 不是要我们去暗箭伤人 而是要让我们在谈话的过程中 给羞辱我们的人意 有力地回击 用自嘲的手法 既可以警示别人 又可以解决自己的窘境 那总比我们 大发雷霆的处理方式 要好得多 不过寒沙摄影师的手法 也需要我们有 驾驭高超语言的能力 反之就会反弹伤害自己 第二就是 适当地刺一刺 无理取闹的人 对于无理取闹的人 我们也可以适时地 给以自嘲式的反击 有一群人在酒吧里 看中国队的比赛 其中一拨人呢 预言中国队必胜 而另一拨人呢 则预言中国队必输 最后甚至吵了起来 那这个时候 只见一个人 不紧不慢地站起来 对着两拨人说道 我也是一个预言家 在中国啊 帮中国足球队算命的 预言家可多了 但真正能踢球的人 真是少之又少 两拨人听完 立刻鸭雀无声 对于无理取闹的人 我们可以试试地 刺一刺他们 自嘲的手法 既显示不出 我们有那种 教导人的口吻 又可以使我们 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坦然地承认现实 讽刺对方 而又嘲笑自己 在粗鲁和蛮横的侵犯面前 保住了自己的尊严 同时呢 又表现出一种 豁达大度 宽容厚道之气魄 从而在精神上 压倒了对方 这样的自嘲 引人发笑 和引人深思的成分不少 让人肃然起敬的成分 更多 第三 在自嘲中 训诫警示 从小到大 我们都是听着 老师和家长的 训导长大的 所以啊 对别人的训导 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呢 都是不愿意接受的 那么 既然我们不愿意 别人来训导我们 就不要去 训导别人 应该换一种方式 来警示和训诫别人 有一个脱光了头发的人 去餐馆吃饭的时候 一个服务生 端着一碗汤 不小心撒在了他的头上 当时呢 他很愤怒 但他转念 又对服务员自嘲说 嘿 伙计啊 我的头上啊 根本就不长头发的 你不要在我头上 乱抹药啊 一句话 说的服务员很不好意思 自嘲 自嘲是一把双刃剑 剑柄呢 就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用得好 就会给我们带来 意想不到的好处 相反 就有可能 伤人伤己 在自嘲的过程中 不但要使自己 认识到自身的不足 还能让别人 对你刮目相看 凡是能够用 最高境界的幽默 自嘲 作为武器的人 那都堪称是 人际交往场上的 无冕之王 怎么会不受到 人们的欢迎和尊敬呢 各位听众 本集播剧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理由不歪 笑话不来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邓涵熙 由评歌为您播讲 第87集 理由不歪 笑话不来 从这一集开始 我们就进入本书的 第十四章 富于幽默 一开口 就赢得别人的好感 理由不歪 笑话不来 疑似同学聚会 大家坐在一起闲聊 这聊到中途呢 小宋突然说 要另外几个人的 电话号码 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 睁大眼睛看着小宋 问 你不是都有 大家的手机号码吗 干嘛又要 我们的号码呢 这使得小宋 一脸苦恼 说 刚买了个新手机啊 就被小偷偷走了 上面的电话号码 一个都没有留下来 当时的气氛 大家都有点尴尬 大家唏嘘一阵之后呢 都亲切地说 丢了个手机吗 还以为你把什么 给丢了呢 于是 大家纷纷爆出 自己的手机号码 细心的小张 看到气氛 还是没有刚才那么好 眼睛一转呢 呵呵地笑道 丢了手机 就丢了号码 那丢了号码 不是把上面的所有人 都给丢尽了吗 把人丢了 丢人呢 大家一边调侃小宋 一边哈哈大笑 小宋呢 也随着大家一起调侃自己 脸上已经是 多云转情了 最后 大家在一阵欢笑的 气氛中 散去了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 这个场景啊 因为平哥讲的不是那么有意思啊 说这个小故事呢 其实是为了说明这么一个道理 人与人的交往啊 常常需要一种特殊的语言 来消除摩擦 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这就像是机器零件之间需要一点 油来润滑一样 上面的这个小故事当中 小张的一席话呢 就在整个事件中起到了润滑的作用 小张用一句调侃小宋的话 给了一个可以让大家一起欢笑的理由 制造了一种欢乐的氛围 融洽了大家的关系 试想一下 要是没有小张的一句调侃 这不知道当时的气氛 要尴尬到何时 在关键的时刻 用一句话来给别人解围 给一个让受困者下来的台阶 又可以使大家感到理解 在理解中开怀大笑 那这样的话语呢 往往会起到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那么如何把握这种既让人容易理解 又能够在理解中开怀大笑的歪理呢 第一就是 充分地置身于事件当中 对一个当事人来说 要充分容身于事件当中 了解事件的起因 过场和可能导致的结果 你不掌握这件事情的起因和过场 那在整个事件当中 你就没有发言权 更没有权利对这个事件进行评判 你在说话之前 最好要三思 想想这句话 对你的说话人 有什么影响 对其他的人 有什么坏处 对你四起 是否有影响 只有充分容身于整个事件当中 你才有站在说话者的位置 来考虑这件事的机会 才有站在观众的位置 来考虑整个事件的发展的机会 所以啊 我们在任何时候说话 都要考虑整个事件发生的大背景 第二就是 陌生人之间交流 保持谨慎 一句调侃的话 在朋友之间 在熟悉的人之间呢 可能会显示出你的幽默感来 但是如果面对几个陌生人 你的一句随意调侃 可能会降低你在他们心目当中的地位 而面对陌生人呢 一般大家的表现 都是比较谨慎的 双方都不了解对方的情况 尤其是有些话 涉及了对方的隐私 或者是痛心之处 往往就会使 对方陷入尴尬的境地 第三就是 把握说话的最佳时机 一个会说话 懂得幽默的人 在说话的时候 往往对时机 是把握比较准的 在一场交流当中 你如果不掌握谈话时机 趁人不注意的时候 你突然冒出一句 与谈话主题不相干的话 那让别人都以为 你傻貌呢 在充分了解了 谈话者的目的之后 经过三思 凝炼出一句 令人深思 又觉得比较幽默的话 那这个时候 你的一句话 就能够起到 润滑谈话过程的一个作用 恰如其分地 把你要表达的话 发挥在关键时刻 便起到了 事半功倍的效果 做这样的乐事 何乐而不为呢 各位听众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巧用歇后语 俗语 蕴含大道理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 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 邓涵熙 由平哥 为您播讲 第八十八集 巧用歇后语 俗语 蕴含大道理 在唐朝的时候 国家康盛 人丁兴旺 到了唐朝后期 在官场上就逐渐出现了 买官卖官的现象 导致了官场乌烟瘴气 在一个偏远的小县城 县太爷为了给自己赚点外快 便开始向下面的人卖官 有好多有情人 都给县太爷送了银子 很快就被安排到了 各个职位上上岗去了 有一位书生 也想当个小官 想尝尝官味 他一直和这位县太爷 关系很好 所以他也被列入了 候选人的名单 可是他就是没有钱可送 所以啊 一直待在家里 迟迟等不到分配的消息 这个书生心里又急又生气 于是在鞋带上 系上一百多个铜钱 哐当哐当地 去见他的老朋友 县太爷 这个县太爷 见了很奇怪 那指着钱就问 你为什么把钱 系在鞋子上啊 这个书生回答 俗话说 有钱走遍天下 没钱寸步难行啊 我因为寸步难行 才把这钱 系在鞋子上啊 好朋友县太爷 听了之后 直到是在讽刺他 面红耳赤 心中非常生气 便随便应出了几下 事后呢 干脆把那个书生的 候选资格也取消了 上面的故事当中 书生就是运用了 有钱走遍天下 没钱寸步难行 这样的俗语 讽刺了 现官只认钱 不认人的丑行 这也和我们现在 学会里所说的 有钱能使鬼推磨 钱不是万能的 但是 没钱是万万不能的 这样的一些俗语 基本相同 要看一个人 掌握的词汇量的多少啊 我们可以从 与这个人的 谈话交流当中得知 那么 一个掌握了大量的俗语 和先后语的人 在谈话交流的过程中 他可以把这些词汇 运用自如吗 并不一定 那么 在人与人的交流当中 我们如何掌握运用好 先后语和俗语呢 第一 在谈话中学习更多 先后语和俗语 一个富有谈话经验的人 会告诉你 在谈话交流中 适当运用 先后语和俗语 会增加谈话的成功率 与别人谈话交流 本身就是一种学习方法 学习别人的 好的谈话技巧 学习和不同的人 沟通的方式 甚至要学习 别人说话的语言词汇 同一句话 在不同的人口中出现 那听起来 却有不同的味道 这就是需要 我们学习的技巧 跟方法 要想把话说好 就需要大量的词汇 来丰富我们的语言 就需要我们不断地 学习各种语言和词汇 尤其是掌握了 大量的先后语和俗语 并将它们 付诸于谈话交流之中 方能真正显示我们 谈话的魅力和风格 第二就是 掌握先后语和俗语 背后的故事 有些先后语和俗语 往往是含有深刻的意义 在它们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中 所表达的意义呢 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有时候 还需要我们挖掘出 这些先后语和俗语 背后的故事 了解它所表达的 不同的含义 才能真正做到 心中有树 胸有成竹 第三就是 用好先后语和俗语 将会事半功倍 在谈话交流的过程中 运用先后语和俗语的目的 就是让双方的谈话 更加融洽 更加和谐 达到说话者交流的目的即可 在交流中 如果总是用平白直快的话语 与对方谈话 那一场谈话结束后 对方感觉好像是 喝了一口白开水一样 索然无味 虽然谈话结束了 可是并没有给对方 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 那不是白费口舌了吗 所以在交流的时候 也要注意语言的润色 这里的润色呢 便是需要我们用先后语 或者是俗语 来丰富我们的语言词汇 和别人的谈话 要注意自己谈话师的形象 这种形象不仅包括肢体形象 还包括语言形象 好的肢体形象 会给对方留下好的第一印象 好的语言形象呢 则能给对方留下永远的心理印象 甚至他在以后跟别人的谈话中 也会提到你的名字 比如说 某某说如何如何 某某说过什么什么样的话 那这就是你提高了 在人际交往圈整体形象的最好证明了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运用谐音 一语双关 乐趣多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 邓涵熙 由平哥 为您播讲 从前有这样一个地主 总是剥削农民的血汗钱 肆意挥霍 这个地主呢 有个嗜好就是爱吃鸡 于是在他的土地租赁条例里 便多出了这么一条规则 就是每个租种他土地的农户 在交纳地租的时候 同时还有给他送一只鸡 有一个农户 王大嘴年终的时候 去给地主交纳租费 并要租种下一年的土地 他把要给地主的那只鸡呢 装在一个袋子里 地租交完了 谈到下一年的土地使用时啊 地主见王大嘴 两手空空没有鸡 便心中不悦 两眼朝天说 此田不予大嘴种 王大嘴 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立刻租出袋子里的那只鸡 地主见了鸡啊 心中大悦 马上改口说 不与大嘴 却与谁 王大嘴想笑话一下地主 便说 您这话真是变化莫测呀 此时的地主 笑呵呵地说道 方才那句话 是无鸡之谈 现在这句话 才是见鸡而为啊 这个笑话 可能没什么笑点啊 但是呢 这个小故事 就是为了说明这么一个道理 我们的汉语词汇呢 有个特点就是 有很多的多音字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经常会碰到 这种多音字的情况 多音字有个优点啊 就是它可以表示谐音 将写法不同的两个同音字 相互转化 以表达同样的意思 上面这个小故事当中的地主呢 就是运用汉字的谐音 一语双关 诙谐地回答了农户的询问 既给自己解了围 又显示了自己的说话技巧 如果我们在谈话中 经常用到谐音 将会有其他词汇 不可比拟的作用 在交谈中 善于运用谐音或者是双关语啊 常常能够是谈话起到 让人无法想象的效果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少不了用几个双关语 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 而又无法表达的那种感觉语言 那么 在交流的过程中 我们如何掌握谐音 或者说双关语的运用技巧呢 第一 掌握谐音也是一门技巧 掌握一门技巧很难 掌握一门实用的技巧更难 说话的技巧呢 包括方方面面 其中这个谐音或者双关语的使用啊 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语言的学习是微妙的 不易察觉的 在语言谈话中 不知不觉就学会了几种说话的技巧 尤其和那些谈话高手们交谈 或者是长期交往之后呢 我们就会为自己的谈话水平啊 大为惊讶 谐音或者是双关语 在很多文学作品中是常见的 但是那些都不是我们常用的 所以要掌握更多的常用的谐音 或者是双关语的时候 就要在与别人 尤其是与谈话高手们交流中啊 留心学习 吸收那些词汇 并且在以后的交流中 经常使用 方能显现出 一门谈话技巧的魅力之所在 第二 双关语用好解难事 一次成功的谈话 有时候往往取决于其中的一句话 一句话说好了 说得得当了 就会使谈话双方感到很轻松 自然而然呢 谈话就能够顺利进行 在遇到有些比较棘手 难于开口的事情时啊 我们不妨使用一些说话技巧 借助于双关语或者是谐音 将那些难以启齿的事情 用很形象的语言 转化成另一种事物来表达出来 和大家找一种共同的都心知肚明的感觉 这样一来呢 你既表达了你的想法 对方也理解了你的想法 大家相互一笑 心中便豁然开朗了 第三就是 学会站在对方看风景 双方交往谈话 也是有针对性的 要理解对方的心态 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 考虑整个事件 有的人说话喜欢直来直去 从来不考虑后果 无论你面对什么样的人 总是有个谈话话题 而这个话题呢 往往会涉及你或者是 与你谈话的另一方的一些隐私 如果你在说话的时候 用一句双关语或者是谐音 来代指某一件事情 而你代指的这件事情呢 正好涉及另一方的隐私 那就会伤害到对方 从而影响你们两个人之间的 正常交往 所以 在自己的位置站惯了 看腻了那边的风景 还需要站到对方的位置上 去看看这边的风景 充分考虑一下 站在对方的位置上 看到同样的风景 又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颠倒逻辑 幽默 不细寻常路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邓涵熙 由平哥 为您播讲 第九十集 颠倒逻辑 幽默 不喜寻常路 有一个显微人质的小故事 是这样讲的 古时候 有一位老太太 有两个女儿 一个女儿开了家卖鞋店 另一个女儿 开了家卖伞的店 这个老太太 为了两个女儿的商店 是整天哭哭啼啼的 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 她就想起了 卖伞女儿的伞 卖不出去 因此伤心地哭 当天下雨的时候 她又想起了 卖鞋女儿的鞋 不好卖 所以又是伤心地哭泣 有一天 一位智者路过 看见老太太在门前哭泣 就问老太太为什么哭 这个老太太将事情啊 一一地给智者说明 这智者听了后 微微笑道 说 下雨的时候 你要想 你的卖伞的女儿生意多好啊 天气晴朗的时候 你要想 你的卖鞋的女儿的鞋 卖得多好啊 那这样 你不是就不会伤心了吗 听了智者的一番话呢 老太太哈哈大笑起来 从此啊 不管下雨也好呢 还是天气晴朗也罢 这老太太 总是乐呵呵地 整天快乐地生活着 一句话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 就有不同的效果 这个故事当中的智者啊 在听了老太太的讲话之后 认真分析了 整个事件的前后逻辑关系 智者在讲话的时候 又略施小记 将原来的逻辑关系的语言 重新排列 讲给了老太太 最终使得老太太 转忧为喜了 从这个小故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说话时 语言的逻辑关系啊 对整个谈话事件的重要性 在成功的谈话交流中 我们怎么样才能保证 使自己的思维逻辑 不发生混乱呢 第一 发散思维 使问题考虑得更加周全 在传统的直线思维面前 面对困难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束手无策 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利用逆向思维 解决问题 逆向思维 跟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 不同的是 它是从问题的 另一端开始思考 或者是从问题的 另一个侧面思考 那这样一来呢 那些比较难的问题 在我们面前 就显得不是问题了 而我们仅仅有这两种思维方式 去解决问题呢 还远远不够 我们还要用另一种思维 发散思维 去解决问题 发散思维 是人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能够从问题的各个方面 去看待问题 从而提出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以达到更加完美的追求 在与人交往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重视 用发散思维的方式 去思考问题 比如说 公司要与另一个客户公司谈判 在谈判开始前呢 双方都要制定 自己的谈判的方案 在制定谈判方案的时候 就得用发散思维的方式 去考虑问题 只有充分考虑了 各个方面的问题时啊 在谈判过程中 才能显得胸有成竹 胜券在握 第二就是 理顺逻辑是关键 有什么样的思维 就会有什么样的语言 人的思维不乱 语言呢 也不会乱 比如说 那些演讲家 在一场精彩的演讲过程中 他们的思维 是多么的活跃和镇定 一旦思维出现了混乱 那他的演讲 还有那么精彩吗 在我们正常交往中 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是当你的思维 比较清晰的时候啊 你说出来的话 都是有条有理的 较为清晰的 而一旦你紧张的时候 思维就会一团乱麻 理也理不清楚 说也说不清楚 当我们面临思维混乱的时候 自己先镇定下来 这样才能做到 心中有数 有条不紊 面对再困难的问题 我们只要静下心来 好好理顺逻辑 分析问题 就能够充分地解决问题 第三就是 常想常用 逻辑 说明白了 也就是问题的前后顺序 只是这种逻辑啊 在一般人来讲呢 都不好掌握 只有经常从各个方面 去思考问题 并用多种方法 去解决问题 才能够逐步地掌握逻辑 正常的交往当中 只要注意说话时的 前言和后语 就可以了 通常所说的 前言不搭后语 就是逻辑思维 出现了混乱 所导致的结果 那出现这样的结果呢 往往会让人闹笑话 在与别人的谈话中 不仅仅要理顺 自己说话时的 思维逻辑 还要掌握 别人说话的逻辑关系 从对方的逻辑语言中 提取有价值的信息 那这样 才能更加显示 谈话者不闹笑话的 谈话技巧 有时候 前言不搭后语了 会闹出笑话 但有时候 我们就需要这种 颠倒逻辑的方法 去解决问题 一次恰当的颠倒逻辑 反而会给谈话中的双方 增添无穷的风趣 所以 不妨在适当的谈话中 也用颠倒逻辑的方法 来风趣一番吧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 分享 下一集 即兴调侃 关键时刻 抖包袱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 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 邓涵熙 由平哥 为您播讲 马戏表演团里面 表演马戏的 罗伯特 经常喜欢在台上 给观众带来个 即兴表演 一次大型的表演 即将开始 这次表演 对马戏团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一次宣传 马戏团的导演 在罗伯特表演之前 郑重地告诉他 罗伯特 你知道这次演出 对我们的戏团 有多么重要吗 所以啊 我要求你今天 不许在台上 即兴表演 罗伯特心中也知道 这次表演 对他们整个戏团的 重要性 就带着保证的口气 答应了导演 可谁知呢 难以预料的事情 发生了 罗伯特刚牵着马 到舞台的中央 这马突然在舞台上 当着观众的面 撒起了尿 坐在台下的导演 远远地把这一切 看在眼里 心中很不是滋味 罗伯特不愧为 调侃专家 琴棘之下呀 他对着马大声说道 上台前 你难道没听到导演 说不能在台上撒尿吗 随即 台下的观众 传来一片欢笑声和掌声 最后呢 整场表演 在观众的一片 掌声中结束了 即兴表演呢 就是一种临场发挥 在当事人不知道的前提下 面对一个突如其来的问题 进行旧旗的发挥 即兴表演 有时候会给定你表演的节目 而有时候呢 则需要你的临场想象了 就像案例当中的罗伯特 面对突如其来的 马萨尿事件 镇定自若地 发起急性调侃 以结困 这次调侃 并没有给导演 带来什么坏处 相反 他却给整个表演 带来了高潮 让人们在欢乐的气氛中 记住了 罗伯特 也记住了 整个马戏团 在与人交往的时候 难免会出现 尴尬的局面 面对这样的局面 有的人呢 往往是难以应付 而有的人却 能够应对的 潇洒自如 这里面呢 就包含了 另一种说话技巧 急性调侃 在正常的谈话中 我们怎么样调侃 才能够显示出 自己说话的风趣呢 第一 急性调侃 以乐为主 人在长时间谈话时 就会出现脑部的疲劳 更加明显的表现就是 精神不集中 甚至语言出现 短暂性的紊乱 面对这样的情况 谈话者应该稍作休息 但是有时候 不能就此而中断谈话 所以就要借助一定的语言 来放松我们的大脑 这种放松 简单的说就是 急性调侃 找个乐子 放松一下高度紧张的大脑 比如说 有的学生 喜欢在课堂上睡觉 而一个负责任的老师呢 在上课时 往往就会 急性调侃他一下 来活跃一下 死气沉沉的课堂气氛 让那些昏昏欲睡者 打起精神来 好好听讲 但是 有时候我们遇到的调侃呢 却是被人挖苦 甚至是陷害 那这样的调侃 是绝对不提倡的 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当中啊 免不了出现一些 令双方都不愉快的事情 这种情况下的调侃 要尽可能的 以乐为主 才能达到 两全其美的境界 第二就是 顾全大局是关键 调侃会不经意的 发生于正常的交往中 只是自己没注意罢了 一次谈话 可能是两个人的谈话 也可能是多人的谈话 在不同的场合下谈话 要讲求不同的谈话原则 同样 调侃也不能盲目地进行 更不能无止境地进行 即兴调侃的目的是 活跃谈话气氛 或者是照顾陷入尴尬的受困者 在不同境遇的谈话中 即兴调侃既要做到 给受困者解围 又要做到活跃谈话气氛 更重要的是 顾全大局 照顾在座的所有谈话者 所以 不管在任何时候 谈话调侃 都要牢记 顾全大局 才是关键 第三就是 即兴调侃 也是一门艺术 表演本身就是一门艺术 而即兴调侃呢 更是一门 上层的表演艺术 谈话中 一句恰当的调侃 能够显示出你超一流的交往能力 又能够放射出你与众不同的魅力 掌握一门艺术很难 而掌握一门说话的艺术更难 即兴调侃 首先要把握调侃的时机 好朋友 关系很密切的同事之间呢 随时都可以调侃一下 但是与陌生人谈话 就要注意调侃的时机了 其次 要充分了解调侃的对象 有些人喜欢开玩笑 而有些人呢 不喜欢开玩笑 往往把别人的调侃 当作实话去对待 那这样呢 就会造成不必要的心理冲突 最后 即兴调侃时 还有分清调侃的场合 一般的谈话场合 只要掌握了 基本的谈话技巧即可 而对于那些 较为正式的谈话场合 有时候 不妨也大胆地调侃一下 这样 会给大家 抖掉一些思想包袱 让谈话者 轻松上阵 各位听众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一语重地 幽默语言 要精炼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 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 邓涵熙 由评歌 为您播讲 第九十二集 一语重地 幽默语言 要精炼 美国前总统 罗斯福在大选前 到各地进行 民意演讲 一次 罗斯福正在台上 兴高采烈地 进行着演讲 突然从下面人群当中 传来一张纸条 写这张纸条的人 不满罗斯福当权 所以他想在 罗斯福的演讲上 让他当众出丑 当罗斯福打开纸条 看到纸条上的字实 微微震了一下 他的这一表现 已经被细心的观众 看在眼里 大家都为罗斯福 捏了一把汗 这张纸条上 写的是 骂罗斯福的话 只有两个字 蠢猪 一个懂得幽默的人 在任何困难面前 都是难不倒的 罗斯福 微微地停顿了一下 笑着对大家说道 刚才的一位先生啊 给我提一件事 忘了写内容 只数了自己的名字 写那张纸条的人 听了战红了脸 不得不佩服 罗斯福幽默 风趣的说话风格 也为他 投了赞成了一票 幽默对大家来说 都不陌生 但并不等于 会讲几个笑话 就是幽默了 幽默呢 往往是精炼的一句话 或者是 一个风趣的动作 比如案例当中的 罗斯福总统 只用了一句精炼的话 便赢得了明星 取得了名义 有时候 一丝幽默 往往会给你带来 意想不到的效果 所以 不管做什么事情 懂得一点幽默 总是很好的 那么 在我们正常的交往当中 也不妨来一点幽默 让自己风趣一番 幽默呢 是慢慢培养出来的 没有一个人 天生就会讲笑话 也没有人 天生就懂得风趣幽默 一种好的说话技巧啊 是通过专门的学习 直接得来的 而一种好的说话方式 只能通过 潜移默化的熏陶 培养出来 在同朋友聊天的时候 大家就会发现 有的人说话 比较搞笑一点 而有的人呢 则比较沉稳 较为害羞一些 怎么也幽默不了 往往不会给人 留下什么印象 老师们呢 都有一种 共同的感受啊 那就是 在他们的心目中 让他们记忆犹新的 往往是那些 比较调皮的孩子 就像我们的相声演员 或者是小品演员一样 要是他们没有 风趣幽默的说话方式 那怎么会被观众 所记住呢 在平常的交往当中 只要多注意一下 那些说话幽默 风趣的人的说话方式 适当地学习一下 那些名人名嘴的 说话技巧 对培养一个人的幽默感 是很有帮助的 另外 话不再多 贵在精辟 说话是要讲求 语言艺术的 有的人从谈话开始 就侃侃而谈 到大家的谈话结束了 他还在蠢蠢欲动 说个没完 其实大家根本就没有 听他讲话 或者是没有兴趣 听他讲话 比如说 有的个领导啊 讲话婆婆妈妈的 从会议一开始呢 就说这说那 会议结束了 与会者竟然不知道 今天的会议说了些什么 而有的领导呢 讲话就是比较艺术 往往是 一语重地 切忠要害 让与会者听了很清楚 该干什么 不该干什么 大家也许都有过 这样一种经历 与同事朋友聊天 一些寡言沉默者 往往会趁大家不注意时 讲上一两句话 而正是这一两句 经贞预言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很经典的话 才使得大家 一下子轻松快乐了 物以稀为贵 同样的道理 话呢 应该也是 以稀为贵 最重要的还是 任何时候的讲话 都要切忠要害 一语重地 才能使听者感到 听得轻松 从而显得 你说话精烈 自然而然的 大家都对你产生了 敬佩之情 我们试着 这样讲话 何乐而不为呢 最后再来说说 平嘴 也是一种幽默 平嘴的平呢 就是话多的意思 与此相似的 还有 画牢 画篓子 这种人呢 口才一般都不错 简单的话 他们能够用 复杂的语言表达 卖弄嘴皮子 其实平嘴啊 就是耍嘴皮子 常常是包一词 比如有时 女人骂男人平嘴 就是说她嘴巴甜 静解好听的说 当然 这里的耍嘴皮子 可不是有嘴滑舌 有嘴滑舌者呢 一般都是喜欢 胡搅蛮缠 以推卸词 为目的 而平嘴呢 只是关系 比较密切者之间呢 进行了一种 幽默性的交流方式 一个懂得幽默的人 总是受欢迎的 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交往当中 一个有拥有感的人 总是能够给大家 带去轻松 带去欢乐 带去和谐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下一集 我们将会进入 本书的第十五章内容 会说软话 让他人开怀 自己又不失颜面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 邓涵熙 由平哥 为您播讲 第九十三集 学会辅软 把握软硬程度 从这一集开始呢 我们就进入 本书的第十五章 会说软话 让他人开怀 自己又不失颜面 小林毕业后 进入一家小公司实习 经理为了考验 小林的实际工作能力呢 就让他做一份策划 当小林做好策划 拿给经理看的时候 经理却只是摇摇头 说了一句 再改改吧 小林当时很纳闷 可又不好意思再多问 就走出了经理办公室 刚一出门呢 就碰到了这家公司的 元老级人物 谢主管 谢主管笑着问 小林啊 是不是策划没有被通过呀 要不要我帮帮你 小林美好气地来了一句 就你 算了吧 这头也不回地走了 此后好几次 小林把这个改好的策划 拿给经理看 但是都被经理否决了 小林越发感觉郁闷 这时候 他想到了谢主管 小林来到谢主管的 办公室门口 犹豫的半天 还是敲了门 进去之后呢 谢主管一看是小林 就冷冰冰地说了一句 林大学士啊 找我有何贵干呢 小林一听 心想 现在自己有求于人呢 怎么也得说点软话吧 于是小林就笑着说 谢主管 您看您现在也是我们公司的老前辈了 在策划这方面 又是把好手 您就帮我看看 我的这几份策划案吧 帮我指点指点迷津 谢主管听完之后 不懈地笑了笑 说 你可是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啊 像我们这种 没什么学历背景的 怎么能够和你比啊 更别说指点了 不敢当啊 小林听完之后 心里很不是滋味 但停了一会儿 还是开口说 谢主管 我知道您虽然学历不是很高 但是在实践这方面 您可要比我们这些 刚出毛路的傻小子强多了呀 您老人家就帮帮我呗 您现在就是我师父啊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说着 小林还边开玩笑地 深深地向谢主管鞠了一躬 无论是在职场还是生活当中 我们都要学会 适时地服软 学会说软话 这个世界很大 所谓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不要觉得自己拿了 名牌大学的文凭 就可以知身闯天下 永远不要忘了 知识来源于实践 那些书本上的知识啊 也需要在实践中 不断地得到完善 遇到自己 不能独自完成的工作时啊 要学会向资深人士请教 但是在请教中 也要注意方法 说服软的话是必须的 可是也要把握尺度 不然 服软的请教 就会变成献媚 那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在说服软的话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第一肯定是要分清场合 说话一定要分清场合 尤其是说服软的话 不同的场合相同的话 也会带来不同的寓意 如果你的能力 确实不如别人 这件工作 你确实胜任不了 你需要他的帮助 那这个时候 你就要服软 也许他的学历没有你高 但是他的能力比你强 这个时候 你可以说 前辈 你资历比我深 工作能力比我强 你给我指导指导 可是 如果这句话 不是在办公室场合说的 而是在娱乐场合 或者是宴会上 这就会让人觉得 你是在讽刺 是在挖掘别人 所以 说对服软的话 一定要分清场合 不要你自己觉得 是在向别人讨教 而在别人看来 却是在挖掘讽刺 第二就是摆正心态 不要觉得向别人 说一些服软的话 就是在降低自己 所以在说服软的话的时候 一定要摆正自己的心态 现在的职场 越来越多的被年轻人占据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初次进入职场 总是想着大展宏图 觉得自己学历高 眼里容不像那些 没有什么学历 只会埋头苦干的人 就因为这些 所以很多刚步入职场的 大学生都觉得 像那些没有什么学历的 公司同事 说服软的话 是在降低自己 事实并非如此 学会说服软的话 也是一种沟通能力 只要你自己摆正心态 服软反而会让你受益匪浅 第三就是 要注重口吻 我们都知道 不同的话 用不同的口吻说出来 就会有不同的意思 在当今职场上 大家都处在相同的竞争环境中 每个人都是敏感而脆弱 所以我们在向别人说服软的话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说话口气 你可以帮帮我吗 如果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用的是一种冷冰冰的口气 那么那个人就会觉得 你是在命令他 而不是在征求他的同意 所以说 无论是在生活中 还是在职场上 在说服软的话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口吻 不要因为自己的小小疏忽 而错失机会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集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稳住情绪 心急 吃不了热豆腐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邓涵熙 由平哥为您播讲 第九十四集 稳住情绪 心急 吃不了热豆腐 小王是一家外贸公司的广告策划 一天老板给了他一份广告提案 要做一份报表 而且特别交代他 这件事情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小王上网查资料 熬了好几个通宵 才把报表完成 过了几天 当他把报表送去给老板的时候 却发现老板的办公桌上 放着一份相同的报表 这小王很是纳闷 可是又不好意思直接问老板 所以呢 把报表放下 他就从办公室里出来了 这件事他越想越觉得奇怪 他很想弄明白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他就想到了老板的助理 张姐 想到这儿 小王就匆匆去了 张助理的办公室 他一进门就对老板助理说 张姐 老板不是就让我一个人做那份报表吗 怎么我今天去送报表的时候 老板桌子上 也放着一份和我的一模一样的报表呀 张助理抬起头愣了愣 然后冷冷地说了一句 你问我 我问谁下 小王又脱壳而出 你怎么会不知道 这些不都是你一直在整理吗 张助理听后 白了小王一眼说 我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小王看张助理好像生气了 也就不好意思在追问什么了 其实生活中像这样的事情很多 也许张助理知道事情的原委 可是被小王那样心急地逼问 是谁都没有心情 在告诉他事情的真相了 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 当我们遇到问题 要向别人询问的时候 即使自己再着急想知道 也一定要沉稳 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如果你在询问时 一味地强调自己的来意 而忽略了对方的感受 那你又怎么会得到 自己想要的结果呢 无论是请求别人帮助 还是咨询别人问题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语气 注意自己的思维 不要把别人逼到死角 自己要把握住自己的情绪 那么在实际操作中 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对待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呢 第一 预事要沉得住气 生活中很多挫折与失败 不要每次面对这些的时候 就暴躁冲动埋怨 同样在职场上 要询问别人问题 或者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 说话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 如果你需要别人帮你弄清楚某些事情 你可以这样说 请问您知不知道 某某某是怎么一回事呀 如果你一旦收到坏消息 就急匆匆地跑去 对那个人说 这件事情一直都是你在操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这样的口吻和语气 别说是人 就算是神仙听到啊 那也会生气吧 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 一定要先沉住气 多思考思考该怎么说 多想想怎么说 对方会更容易接受一些 有时候 你越是沉不住气 就越容易暴躁 就越容易冲动 最后呢 也会发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闹剧 第二就是 多站在对方立场考虑问题 人都是感性的 尤其在碰到一些涉及自身利益的时候啊 人都会先想到自己 特别是一些年轻人 血气方刚 自我意识呢 更强 所以在生活中 遇到问题 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 总是从自我意识出发 询问别人的时候 一张口就是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怎么能不知道呢 这是很多人的真实写照 而他们恰恰忽略了 对话和询问 是两个人的沟通问题 所以在对话的时候 会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形 自己越是想急切地知道结果 说话时就越是突出自我 而忽略了对方的感受 在实践生活中 沟通需要技术 在你和别人对话的时候 多想想别人 多站在别人的立场 去考虑考虑 用一种对方能够接受的方式 来跟他沟通 就一定会事半功倍 第三就是 学会释怀和放弃 每个人都不是万能的 不管是年轻人 还是中老年人 他们都有自己的弱点和缺陷 说话说得好 则可以取其长而补其短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别人的帮助 理解和支持 所以不管是帮助别人 还是被别人帮助 都要学会释怀和放弃 在你询问别人的时候 别人没有给你想要的答案 那也许是他真的不知道 不要对此耿耿于怀 要学会释怀 在公司 你需要别人的帮助 当你去请求他的时候 你连续问了好几个 可不可以 而对方都只是摇头 那这个时候 你就不要再 一味地追问 为什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愿 不是谁都会满足你的利益 这个时候 如果你咬紧着不放 反而会让对方觉得厌烦 心急 吃不了热豆腐 在适当的时候 学会放弃 在合适的时候 学会释怀 这在与人沟通的时候 也是如此 这既是一门技术 也是一种能力 不要对那些拒绝你的人 一遍又一遍地逼问 那样 只会 事与愿违 各位听众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 分享 下一集 以情动人 以礼服人 稍后继续 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 邓涵熙 由平哥 为您播讲 第九十五集 以情动人 以礼服人 小张今年刚刚二十岁 可是在他身上 却发生了很多 悲惨的故事 小张十五岁的时候 正在上初三 他的父亲 在工地上不小心 被掉下来的水泥板 砸伤了腿 失去了劳动能力 从此呢 小张家的顶梁柱 就倒了 家里再也没有能力 供他上学 他也不得不辍学回家 从学校回来之后 小张又开始 帮别人干一些灵活 再加上小张妈妈 帮别人缝补衣服 家里也是 勉强可以度日 就这样过了五六年 小张也长成了大小伙 能够帮家里 挣更多的钱了 可是 天功不作美 小张的妈妈 被查出了患了白血病 一下子 整个家又被笼罩在了 悲伤和绝望之中 这时候 小张听说 经他爸爸曾干活的 这个工地的老板 现在发了大财 于是小张就想去 找找这位老板 希望他能够看在父亲 为他干了那么多年 活的份上 帮帮他们家 小张找到那位老板的住处 可是不管小张怎么说 老板都说不认识他 无奈之下 小张拿出了老板曾经送给他父亲的一条毛巾 然后对老板说 您还记得 您刚开始包工程的时候 找不到助手 别人不是偷工减料 就是虚报账目 无奈之下 您来请我爸出山帮您 当时我爸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 我爸说 因为你们是好朋友 好兄弟 后来我爸帮您跑材料 算账目 现在 您生意做大了 而我爸 也因为那场事故 那位老板 打断了小张的话 小张抬头 发现 那位老板 满脸的感动 现在的生活节奏 越来越快 人们追逐更多的是 金钱名利 而感情 却越来越被人们所淡忘 不管是在工作中 还是生活上 也无论是你帮助别人 还是别人帮助你 都需要一种合适的方法 来打动对方 所以我们要把 被人们遗忘的 那份真情找回来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只有这样 才能使我们 在向别人 请求帮助的时候 获得可喜的结果 那么 在对别人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的过程中 又该注意哪些呢 第一就是 一定要学会尊重对方 每个人从青年到老年 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有些故事 也许对于他来说是美好的 但是有些故事 也可能是他这一辈子 都不愿再提及的回忆 那属于他的隐私 他不想 也不愿被别人一次又一次 撕开那些尘封已久的伤疤 所以 我们在请求别人帮助的时候 要想用真情打动别人的话 在提及往事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不去接别人的伤疤 所以 在对别人有所求的时候 我们要学会尊重对方 不要去接别人的短 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收到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的良好效果 第二就是 适度而为之 不管是真情还是假话 都要有一定的度 超出了这个度的范围 一切也就违背了最初的意义 感情是个很微妙的东西 它更需要把握一个度 在你想用真情来打动对方 请求别人帮助的时候 不要一味地诉说 你们之间的点点滴滴 什么大到你们赴汤蹈火 小到你为他做饭洗衣 其实这种素真情啊 不是真的素真情 反而会让对方觉得 你是在邀功 那这样呢 就歪曲了你原来的本意 在用真情打动对方的时候 要学会适可而止 让对方有机会喘息 交流是互动的 双方都需要思考 你在诉说的时候 也要给对方留下思考的时间 这样才能真正打动对方 也才会真正实现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的目的 第三就是 用真情 很多人喜欢利用别人的弱点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恰好很多人 最致命的弱点呢 就是太重感情 所以 有些人就在请求 别人帮助的时候 胡编乱造一些故事 来博取别人的同情 像有些人 为了向别人借钱 就说自己家里 多么多么的贫寒 父母病重的 有多么多么厉害 弟弟妹妹辍学等等 一系列不真实的事情 来欺骗对方 这种方式 是万万不可取的 因为只有真情 才能够真正打动对方 用那些编造的谎言 换来的 只会是 昙花一现的泡沫 所以 在对别人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用真情 只有真实的东西 才是 最能打动人心的 各位听众 本期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 分享 下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说服他人 从共同利益出发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 邓涵熙 由平哥 为您播讲 第九十六集 说服他人 从共同利益出发 令相如 是春秋时期 赵国的臣子 在诸子百家 战火争锋的过程中 令相如 为赵王 争足了面子 赵王为了答谢 令相如的 丰功伟绩 便让他做了 赵国的相国 这使得赵国的大将 连坡 看不过去了 他认为令相如 单凭一只 三寸不烂之蛇 就超越了自己 狠尸不服气 决定要找机会 让令相如 难堪一回 令相如知道 连坡的想法后 就开始 处处躲着连坡 甚至在街上相遇了 都赶紧 绕道走开 令相如这样的 处事态度 让底下的人 觉得非常奇怪 就想给令相如 争回自尊 于是就直接地 向令相如问道 相爷 咱们怕他做什么 我们打不过他吗 打不了一拍两散 谁怕谁啊 令相如这时 说了一番 感动天下 所有君王的话 我令相如 总是一个怕事的人 可你们想啊 赵国就靠着我和连坡 执掌着大局 我们俩要是闹翻了 其他的国家 还不趁机灭了我们呢 为了国家 我忍了 不久 连坡知道了这件事 感到羞愧难当 就光着膀子 带着金条 去给令相如请罪 他说道 我心胸狭窄 请相国责罚我吧 今后 我唯恐您的令侍从 别国胆敢来 我们赵国闹事 我就和他们拼了 令相如赶紧把他扶起来 二人从此成了 默逆之交 这就是 父亲请罪的故事 大家都很熟悉 在所有的利益面前 集体利益首当其冲 因为集体没有了 个体也将不复存在 所以我们在处理 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时 要特别看重集体利益 从大局出发 就会赢得大家的一致赞同 令相如是个交际的能手 他善于与人为善 通过他的行动 改变别人与他为恶的立场 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正是因为令相如那种 舍小家而为大家的大局思想 才赢得了像连坡这样的 大将的拥护 在我们的身边 整天发生着许多和利益 有关的事情 有的人就是看中个人利益 其结果呢 才导致了大家一起损失 在集体思想的影响下 一个没有集体 没有大局观的 为我主义者 是很恐怖的 那么 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 怎样才能够做到 从共同利益的角度 说服对方呢 第一就是 找准切入点 适时说服 在经济社会 高度发达的今天 如果以诱人的 经济利益为代价 那些见钱眼开的人呢 就会做出 只认钱 而不认人的缺德事情 在与这样的人交谈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 他的性格 以及他的一些缺点 爱钱 既是他的性格 又是他的一个 致命的缺点 所以我们可以 从他爱钱这一缺点 进行攻击说服 比如说 我们在谈判的时候 遇到一位爱钱的老板 在利益面前呢 总是谈不定 确实 我们不妨试着 从公司的长远利益出发 或者以社会慈善事业 为契机 去说服他 促使双方的谈判 成功敲定 第二就是 利用大家这个共同体 来给对方施压 大家是一个共同的载体 是一个监督的舆论体系 为了各自的利益 我们在谈判时 不妨借助大家的手 利用大家共同的力量 去给谈判对方 施加一点压力 让他在大家共同的眼皮底下 为大家妥协 让他在压力之下 学会做人 所谓会做人 是指会站在 大家的立场来考虑 既然考虑大家的工作 也要为他们争取利益 并且实际关心他们的生活 第三 选择合适的时机 利益是合作的基础 每个人在和别人合作 或者是寻求别人帮助的时候 都会找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 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而在这一过程中 时机的选择也是十分重要 要注意避免选择 在干扰较多的氛围中 进行说服 要避免选择被说服对象 情绪反常 比如说 极度的兴奋或者沮丧的时候 进行说服 或者寻求帮助 心理学研究表明 人在心情舒畅 精神状态良好的时候 最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 所以说 站在大家共同利益的角度 来说服别人 或者是 请求别人帮助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合适的时机 不要因为对方情绪不对 或者是时机不合适 而失去了合作的良好可能性 无论你在什么时候做事 只要有求于人 或者别人有求于你时 与人交谈或者是谈判 你都要记得从大举出发 站在大家共同的利益下 为大家着想 你才不会因为适当力薄 而害怕失败 因为大家永远是你的力量之源 各位听众 本集播剧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把握时机 顺水推舟 稍后继续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邓涵熙 由平哥为您播讲 第97集 把握时机 顺水推舟 王华英是大学的一名 政治老师 所以有时候 他的课堂啊 也充满着一些时政热点 他的教学风格 幽默风趣 讲解读道 常常会使其他班的学生呢 放弃上专业课 而偷偷地来听他的政治课 有一次啊 王老师走进教室 准备讲课的时候 看见学生正在为 昨晚的女排比赛 议论纷纷 面对这不再备课范畴的情况 王老师并没有命令 学生们停止讨论 而是兴致勃勃地 加入了大家的讨论 谈起了自己的感想 两三分钟后 同学们都静下来 听老师读道的讲解时 他却巧妙地将话锋一转 中国女排的胜利 为中国人争得了荣誉 它证明了中国人的伟大 我们在科学和经济上 我们也要有 中国女排的这种拼搏精神 在学术 科学 经济建设方面 也都要努力 迎头赶上欧美国家 因此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得好好抓紧 每一次学习的机会 认真学好 每一门课场 王老师真的不会为一名 大学的政治老师 特别善于利用课堂气氛 他凭借多年的教学经验 顺水推舟 顺着学生强烈的 爱国热情一推 顺势就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 进行了讲解 再将学生们的热情 与现实绑定在一起 不仅很快恢复了 课堂教学秩序 还借中国女排的胜利 激励学生 努力学习 起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时机不是随时随地 等待我们去掌握 而是在我们不经意间 就会出现时机 所以我们要好好地把握它 不能让它从我们身边 轻而易举地失去 那么面对稍纵即逝的时机 我们怎么去把握它 又怎样去利用它呢 第一点 我们要明白 时机不是自己创造的 时机不同于机会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 对于机会 我们经常会这样说 不管有没有机会都要做 有机会就把握出每一次机会 没有机会 我们就会创造机会去做 比如 两个人之间谈恋爱 整天都忙于工作 没有机会见面 于是就需要创造机会 去约会见面 男生就会寻找出 比如说去送一份文件的机会 去见一下女朋友 然而 时机呢 就像缘分一样 不是没有见面的机会 而是两个人的缘分没到 面对那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时机 我们能做的就是静静地等待 第二就是 顺时把握时机 顺势才能解围 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 所有的就是在时机面前 要我们把握时机 一旦失去了 便不再有了 时机的出现是顺势性的 只有把握住了这样的顺势时机 才能为我所用 就像这个案例当中的王老师 眼前的课堂气氛 就是一个大好的时机 这样的时机不仅可能 就这一回会出现 王老师如果不利用这次良机 而是运用命令式的语言进行表达 那虽然也可以达到 是学生停止议论 保持课堂安静的目的 但是他却无法让学生的思维 从女排比赛中走出来 在校园里也就得不到他的美誉了 生活中那些顺时出现的时机太多了 要看我们怎么把握 把握住时机 然后利用时机给自己解围 给自己铺垫下台 或者是进一步上升的台阶 只有在一瞬间把握住的时机 才能顺势利用这次时机 为我所用 第三就是 顺势即兴表演 为自己获得成功 面对那些意想不到出现的时机 既让我们感到意外和紧张 又让我们恐惧和惊喜 在职场上 有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时机 出现在你面前 要是你觉得紧张 而没有好好把握住 这次绝好的时机 你就会因此 永远失去这样一次机会 你一旦抓住了这样的绝好的机会 再来一个借体发挥 即兴表演一番 进而顺势夺取胜利 这样反而能够显示出 你的机智和智慧来 在你看来只是一桩小事 但也许 就是你那桩小事的 借体发挥和即兴表演 就会被领导所看中 那么 你离成功的道路 就已经不远了 因此 生活当中我们一旦碰到那些突发事件 它或许就是你一步登天的大好时机 你只有巧借其事 用巧妙的语言形式 自然地加以即兴表达 就能达到扭转局势的目的 各位听众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分享 下一集 我们将会进入本书的第十六章 适当沉默 动中有进的 书画技巧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别书在不会说话上 本书作者邓涵熙 由评歌为您播讲 第九十八集 沉默是一种神奇的力量 语言是我们表达个人思想最重要的方式 每个人都希望通过完美的口才 展示一个不一样的自我 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 有时候滔滔不绝 喋喋不休的表达 会让别人患上审美疲劳 哪怕你讲的话如何动听 如何有道理 却没有人有兴趣 继续听你的长篇大论 那么 在这个时候 就应该适当地选择幽默的方式 用寂静来调节一下气氛 缓解一下别人的情绪 那么 在你的沉默之后 就会出现 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高正是一家空调公司的客户人员 有一天 公司里收到了一个客户的投诉信 这封信的措辞十分严厉 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该公司产品的不满意 为了避免发生不利的影响 公司决定派高正到这个客户的家里 调查一下情况 做出正确的处理 高正 摁响了那个客户家的门铃 当那位客户听说他是空调公司的员工的时候 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 对他们公司的产品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并且扬言说 如果不能妥善解决 就要去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 高正经过详细了解之后 发现这个问题是由客户的使用不当造成的 和公司没有一点关系 但他心里想 我来的目的不是和客人吵架的 而是来解决问题的 于是 就在客户大发牢骚的时候 高正静静地坐在那里 一言不发 等那位客户发泄完怒火之后 他才详细地向对方解释了一下原因 并且提出了可以实施的调整方案 那个客户听到了真正的解释和建议之后 就拍着他的肩膀说 年轻人 你说的话虽然不错 不过还是比较痛恨那个混蛋空调公司 看到客户的怒气未消 高正再次选择了沉默的态度 后来 那位客户又说道 不过 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以后 再也不会写投诉信到你们公司了 高正听后 如释重负 后来 那个客户果然很守信 再也没有写信到空调公司去了 生活中很多事情 并不是依靠分辨是非 就能够妥善解决的 假如你一上来就指责别人的错误 那么 就很容易激起对方的逆反心理 最终也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因为 当你向对方指出错误的时候 声音中就带有强烈的火药味 脸上也会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敌视的神情 对方在逆反心理下 就会表现出比较急躁和愤怒 很可能会做出一些更加出格的选择 最终 必将导致事情出现僵持的局面 俗话说 大应牺牲 一个人发出的声音越大 就越显示出内心的不自信和恐惧 在生活中 许多人希望通过高分贝的声音 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存在的合理性 而事实上 却不过是在掩饰自卑和恐惧而已 大声说话 只会有一种 欲盖弥彰的负面影响 而采取沉默态度的人 才是智慧和神秘力量的拥有者 同时 也是一个心胸宽广者 有一次 一个不速之客 冲进洛克菲勒的办公室 用拳头狠狠地捶着他的办公桌 大声地咆哮道 洛克菲勒 我恨你 我有绝对的理由恨你 接着 这位怒气冲冲的客人 对洛克菲勒 开始了长达十分钟的肆意谩骂 办公室的职工 对这个没有礼貌的人 表现出了很大的愤慨 恨不得 把他扔出门去 然而洛克菲勒 却表现得非常平静 他放下手中的笔 静静地看着那位攻击者 态度表现得非常友好 那个无理之徒 咆哮漫漫了很长时间 却发现洛克菲勒 并没有一点生气的样子 顿时 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没有了精神 声音也在不知不觉地 慢慢地低了下去 本来 他做好了和洛克菲勒 进行一场激烈的争辩 甚至是决斗的准备 但是洛克菲勒 并没有去反驳他的话 也没有去指责他的无理 遭不到反击的他 感觉自己成了独角戏演员 那种愤怒 也就没有理由 再坚持下去 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这位不速之客 在走之前 有些不甘心地 又在洛克菲勒的桌子上 重重地敲了几下 但是 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只好叹了一口气 走出门去 洛克菲勒在他走后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 重新拿起笔 开始了他的工作 面对无理的攻击者 采取沉默的方式来对待 并不是逆来顺受 而是最严厉的迎头痛击 沉默是一个成功者 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 他表现了一个人 沉着与冷静的心理素质 沉默并不是一些人里的 理屈词穷 狼狈不堪 相反的 沉默显示的是 一个人的品格和人生境界 在生活之中 会有无尽的烦恼 干扰着自己 有些人的误解 甚至是讥讽和嘲笑 都会让我们无法得到安宁 那么 在这种时候 你没有必要歇斯底里的 去和别人进行激烈的争辩 更没有必要 大声地去解释你的无辜 不如适当地采取沉默的方式 这样 就会让自己摆脱一些 外界的干扰 和内心的烦恼 各位听众 本期播剿完毕 感谢收听 如果你喜欢本书 或者本期内容 记得订阅 分享 下一集 我们的主题是 临危不乱 此时无生 胜有生 稍后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